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节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四百三十一节 你与太子是好友 就不担心言官弹劾你们 穷奢极欲吗 钱放在钱库里 陈年累月的不动弹 才是最大的浪费 建内每过些日子 就要把银子铜钱搬出来 晒晒太阳 还要用药水泡银子 要不然银子会变黑 铜钱会长袖 烦不胜烦 把钱花出去 总有得利的 放在库房里的叫银子 不叫钱 你的意思是 节俭节约是错的 每个人都应该背着债务花钱 比如 朕现在就该大肆的修建园林 什么道理啊 如果到了所有人负债花钱的时候 微臣敢说 那时候 您根本没必要收什么农税 说不定 种地的百姓 会收到您下发的补贴呢 连二三两口 吃完自己碗里的饭时 把茶水倒进饭碗 喝了下去 指着云野说 脚子 又拿你那套狗屁不通的道理 来蒙混朕 想要雨牌 不想让朕求先问道 就直说 朕还没有昏溃到 现在就迷进去 大肠百叶带兴 这没功夫 也没脸面 抛下一切去当神仙 那 您把玉牌还给微臣好了 要么砸碎也好啊 那东西 不管代表着什么 都不是一个吉祥的好事 想当神仙不可能 微臣算是经历过一些怪事的 到了寿数 也会死 你现在砍我一刀 保证救不过来 我师父号称已达天人之境 除了知道的比别人多 还不是会死 白玉京 那上面白天热的能烧开水 晚上冷的能把钢铁冻裂 到处都是被流星轰击出的大坑 走一步都轻飘飘的 你确定想去 李二看着云叶不言语 长孙也吃惊的看着云叶 李成前的眼睛都要瞪出眼眶了 李太毫不理会的继续大吃 见所有人不动腾 嘟弄嘴说 你不要把猜测的东西肯定的说出来好不好啊 上面是有大坑 也确实是被流星撞出来的 没有嫦娥 没有兔子 没有人烟 说这些就够了 非要说出一些猜想 你能不能不这么对我父皇说呀 我那天还见父皇抱着小象 指着月亮说嫦娥呢 长孙听完立刻就捂着嘴大笑起来 李二的脸色顿时就变黑了 一脚就把云叶从凳子上踹到地上 回头又问李太 你怎么知道月亮上没有人呢 父皇 院子里的学生用蒸馏水造了好大的一块冰 研磨成了透镜 挂在空中 选了一个满月的日子 孩儿就是从这个巨大的透镜里看到月亮的样子 到处都是坑啊 很凄惨 哪里有什么嫦娥 桂树啊 把冰做成这个样子 李二从怀里掏出一个放大镜 问李太 又接着问了一句 能用冰 为何不用玻璃啊 云叶揉着屁股站起来说 水烧开之后 在结冰这里边的气泡会很少 玻璃不行 现在怎么搞 都是气泡 消不掉啊 再说玻璃的颜色也不对 小块的还有可能 大块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期待书院把最纯净的玻璃弄出来再说 你刚才说的都是猜测 怎么朕觉得你像是在说实话呢 云叶还没说话 李太接着说 复华 好多东西云叶都知道答案 这是他听师傅闲谈时候说的 至于过程 好多都不知道 需要我们一点点验证 父皇 孩儿决定在三天后 进行一场大型实验 证明大气压力确实存在 还请父皇母后到时候观看 长孙高兴的说 西帕迪亚先生前几天在皇宫 做了一个叫做压墙的实验 清雀 你要做的是和他一样的东西吗 人家可说了 你没有太多的君子风范呢 不一样的母后 这个丑女人只能小打小闹 上我的台面 偏偏那些无知的贵妇们掏钱 让他胡乱糟蹋 孩儿的实验就不一样了 孩儿把两个半球扣起来 抽吊里面的空气 估计十匹马都拉不开 真的 那母后我可要好好看看 陛下 您三天后也去吗 也好 欣赏文天魔舞 再去看看清雀的实验 也不错 云叶 刚才看了奏章才知道 很多的薰贵都希望窝国王女 能去他们家表演天魔舞 这是何故 还有 阎老先生也发出了邀请 书院好像也有邀请函 吴继 玄灵 克明 一个个都要窝国王女 去他家跳舞 真是胡闹啊 你们这是一点颜面 都不给窝国使节流啊 人家在朕的受淡期间 给朕跳一曲 那是做臣子的攻击 给你们到处跳 这是把人家当成五娘对待啊 算了 一个日出之国的抬头 就让朕的怒火 无处发现 朕不管了 李二起身离开 但是那面玉佩 却留在桌子上了 可能自己也觉得无趣 长孙跟着走了 一直在办乖儿子的里程前说 海参没了 叶子 你话太多了 吃通吧 从皇家半鸡半饱的回来 云叶端着一大碗面条 蹲在乌眼底下猛吃 李安兰愁闷苦脸的 挨在身边 一直在嘟囔 都听不出来 他在说些什么 天魔机也记不清楚 是谁给的 当初他受宠的时候 收到过无数的礼物 其中就包括长孙 对于玉佩 他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欢欢喜喜的 拿着那个树皮做的面具 抱着装蘑菇的盒子 回自己的小院子里去了 他现在唯一的兴趣 就是装扮自己的小院子 小鸭很乖巧的 帮他一起做 父君啊 父皇的寿袋 马上就要到了 妾身 还是没有找到 合适的礼物 冯昂的礼物 可是一只巨大的乌龟 听说 已经有八百年了 荣儿的礼物 不能比他的差才行啊 家里的宝库 你不是打开了吗 进去挑就是了 看上什么 就是什么 你爹的马屁啊 咱家还是要好好拍的 云夜快乐的打个宝格 繁忙的一天终于过去了 该做的事情也全部做完了 就是被李二踹了一脚 让人心头郁闷 不过还好 胡说八道一通啊 总算是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 好像还有一点愧疚 这就好 不去找白玉京 就是进步 李安兰拽着云夜的胳膊 进了云家的宝库 虽然是云家的宝库 云夜这个主人倒是第一回进去 果然琳琅满目啊 各色珠宝 摆在架子上五颜六色的好看 盘子里的大珍珠 只要一碰 就滴溜溜的乱动 这就是传说中的走盘珠吧 云家最多的呢 就是珊瑚 最名贵的红珊瑚 架子上放了十几个三四尺长的 玛瑙石都是承家送的 走西域的商队 他家是第一 琉璃制品已经彻底 从云家的宝库里消失了 从箱子里拿出了两个金钉 准备穿袖子里 就被后面过来的星月给夺了过去 又放回了箱子 没办法 箱下人没见过金子 见了金子 总有一种往怀里揣的冲动 而且不管是谁 夫君啊 你现在怎么还是喜欢拿金子呀 这宝库里的东西 哪一样不比金子值钱 咱家的银子都不往这个宝库里放 其实没事的时候 就是喜欢在这里面逛逛 看着踏实啊 都是夫君一点一点赚回来的辛苦钱 足够孩子们付足一生了 咱家现在什么都不缺 就是孩子少 扯着朱元玉润的星月 板着脸看了好一阵子才说 那可没办法 你们两个再守十天的活寡吧 孙先生的药还有十天才过劲呢 羞丧的星月 雷鼓一样的雷云烈的脊背 李安岚抱着星月 在他耳边叽叽咕咕咕的说了两句话 妩媚的看了云烈一眼 像个妖精 云烈的宝库只能说明一个字 俗 幸好啊 有黄庭经 撑了一下颜面 要不然云烈会认为自己就是个爆发户 星月勉强的算上是大家闺秀 可是收集的宝贝却是什么值钱收什么 而且呢 还喜欢大的 桌子一样大的玛瑙石被放在檀木架子上 这东西放反了 该把檀木架子放在玛瑙石上啊 连哪个值钱都弄不清楚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糖砖 如果送黄庭经 你爹一定会龙颜大悦 他寄予咱家的这本经 这不是一天两天了 如果给你爹拿去 我保证 逢岸就是送万年归 也比不过 那不行啊 黄庭经就一份 还要给孩子们留着呢 给我爹的 另学 不但李安兰是这个意见 星月一样 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陛下明年还要过寿 今年送的太贵重了 那明年送什么呀 你让别人家怎么送 逢岸 为什么送八百年的贵 不送一千年的 就是害怕把事情做绝了 以后没了退路 咱家送别的 黄庭经不行 既然两个女人都是同样的意见 云叶也没意见 忽然想起来 李安最近好像闲得淡疼 没事干 总爱琢磨个东西 那就送他一个航母好了 公输家族不是有能在天上飞好几天的竹子做的鸟吗 送他一个木头鸟不就完了 整天放鸟 也比他瞎琢磨人强 看到公输墓一脸得意的放飞传说中的竹鸟 云叶扭头就走 竹鸟是飞起来了 可是你在下面扯着一根绳子做什么呀 一只长得像鸟的风筝 也敢拿出来丢人 这要是送给李安 不被一口唾沫吐出来 那才是怪事呢 不指望公输家造出飞机 还是自己老老实实的画图做传模 总尺寸一米二 这就开始 被讽刺了的公输墓 接过云叶的图纸 随手就扔给老伴 这种图纸烂造的东西啊 还用不着他动手 他还要忙着去看天魔舞呢 今晚是高山扬子的第三场演出 老公输最喜欢看了 这能让他早就腐朽的少年的心 再次的抽出嫩眼 日出之国的演出团队很忙碌 不断的出入各大豪门和重要的团体演出 迅速的积累了自己的人脉 观看图中 许多新潮澎湃的少年郎 稳重斯文的中年人 德高望重的老人 都不约而同的喜欢上了天魔舞 颜值推 李刚 这群人呢 看了半截就怒气冲冲的走了 只有西帕地亚从头看到尾 并且呢 三场全看了 回来后还怂恿星月 李安岚也去看看 说是很好看 李荣坐在地毯上 拿手抓住弟弟 不让他去打脚 爹爹装黑船模 云叶小心的把船帆上的细绳装好 轻轻的摇动底下的手柄 船帆就缓缓升起 手一松 船帆哗的一下就落了下来 木头坐的脊轮实在是太小了 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安上 整个屋子里充斥着一股子浓郁的铜油味道 星月李安岚早就跑了 两个孩子死拉硬拽的不可出去 就定定的坐在地毯上 看着爹爹干活 公输家的手艺就是好啊 雕刻的小木人 小零件像模像样 云宝宝指着甲板上的一匹马 奶声奶气的喊着旺财 还要拿手去抓旺财 李荣赶紧把弟弟拽着的脑袋往回拖 好了不要这么托你弟弟 走啊 爹爹带你们去开船 云宝抱着一艘华丽的船模走在前面 两个孩子拉着父亲的袍子紧紧的跟着 生怕爹爹跑了 不带自己玩 花园里就有池塘 把两个孩子放在栏杆边上 自己赤着脚就下了池塘 对什么事情都好奇的敌人节 早早的就跟着过来 手里抓着一卷书 表示自己没有偷懒 小五十十小鸭 难得出门的大鸭 今天也来了 天魔机不好意思和孩子凑到一起 点着脚尖往这边看 船下了水 不好 有些偏重 云叶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铅饼 套在配重的小柱子上 缓缓松开手 还是有点偏差 朝着敌人节招招手 欢喜的敌人节甩掉鞋子 就下水来帮助师父 师徒经过了几次实验之后 总算是调整好了配重 手一松 木船就缓缓的前行 风帆上面有木质的方向节 可以自己根据风的方向 调整前进方向 今日的风不大 云叶拿着蒲扇一扇 船就往前串一截子 然后敌人节呢 再接着扇 当池塘周围围满了人 一人一把菩萨扇封的时候 这艘船就不停的在池塘里转圈 一会儿向东 一会儿向西 挤在前面的人 没花眼笑 挤不到前面的就哇哇大哭 比如云家的两位小少爷 听到孩子哭 星月和李安兰就冲了过来 看到池塘里的船 立刻就忘记了刚才自己来的目的 抢过敌人节的菩萨 玩得非常旺我 这里已经成了女人的天下 云叶抱着哭着眼泪鼻涕 一大把的云宝宝 敌人节领着不断抹眼泪的李荣 跟着师傅往厨房走 这个时候能疗伤的只有美食 一人一碗花花绿绿的果冰 立刻就忘记了刚才的哀痛 吃了一口果冰 云叶觉得里面少了西瓜汁 还有菠萝就不像是果冰了 西瓜呢家里就有种 只不过成熟的比较晚而已 现在都七月了该差不多了 星月当初忘了种西瓜 等想起来了 已经是四月天了 云家人种东西从来不管节气 找了一块地随便把种子埋进去 就当是种好了 拿篮子把装在玻璃碗里的果冰装好 四个人就去了花园最北面的沙地 西瓜自成被种下 除了浇水拔草就没人管过 星月从来都不知道 西瓜还有掐花坚果这一道工具 总是认为一个藤蔓省田的西瓜 这越多越好 如今云叶站在沙地上 看着一个个只有碗口大小的西瓜 欲哭无泪 云宝宝李荣 敌人杰喜欢 看到这么大的果子 坐在沙地上 一人抱着一个西瓜 玩得不亦乐乎 云叶抱着侥幸的心态 东敲敲西敲敲 挑选了一个自认为已经成熟的 拿小刀子切开 才发现 瘾子百里透红 还没成熟 咬了一口 瘾子肉肉的 只是有一点点甜味 无奈的随手扔掉 忽然看见云宝宝屁股下边 坐着一个西瓜出奇的打 挪开儿子之后 敲了一下 果然不错 用刀子割掉藤蔓 抱着西瓜来到树下的石桌上 刀口才挨上瓜皮 西瓜自己就裂开了 好西瓜就该是这样的 黑子红嚷 把孩子们的果冰碗拿过来 用勺子弯出一嘎嘎一嘎嘎的西瓜壤子 用半融化的沙冰埋起来 果然比刚才的样子好看了许多 一勺子喂给了李荣 一勺子喂给了云宝宝 看看敌人节张着嘴可叛的样子 挖了一大块喂给了敌人节 三个孩子吃得很快 云叶需要往外挖瓜子 一边应付三张嘴 很忙碌 直到半个西瓜都消灭干净了 三个孩子才开始吃自己碗里的果冰 溜了一圈瓜皮 云叶还是没舍得吃剩下的半个 奶奶这两天上火 吃这东西最好 等孩子们吃完果冰 云叶就把剩下的半个西瓜 装到篮子里 去奶奶那里 不知道花园里 为什么会有喊沙的声音呢 一听就是小鸭的 这时候人来风的小鸭 已经扑到水里了 身上就一个肚兜 十一岁的大姑娘了 云叶不好凑过去 带着三个男人 直接就进了奶奶的屋子 躺在竹床上纳凉的奶奶 早就听见了虫孙子的声音 乐呵呵的坐起来 就看到两个小肉团 在努力的往竹床上爬 云叶把孩子都抱上去 敌人节已经把小炕桌搬了上来 半个西瓜往炕桌上一放 奶奶就笑得见牙不见眼 拿手捣一捣花花绿绿的瓜皮 问云叶 叶啊 这就是院子北面的寒瓜 都长得这么大了呀 啊 是啊 好不容易有一个熟的 三个孩子瘫嘴 就给吃了半个 您最近有些上火 吃寒瓜拜拜火 最好不过了 斜刀切成小块 递给了奶奶 老人家没吃 转手就给了旁边 搬着他肩膀等待的虫孙 小孩子吃这东西就没够 不过呢 也没关系 睡觉前多尿两泡尿 哎 也就好了 叶啊 听说最近有个什么天魔舞很盛行 好多权贵之家都邀请着去家里跳舞 还请了好多的客人 咱家要不要也请过来啊 跳上一场 答谢一下亲友 吃了几块西瓜 老奶奶忽然想起最近在熏贵人家很流行的天魔舞 就问云叶打听 奶奶 咱家就算了 都是女孩子的 这个舞啊 看不得 那些跳舞的不穿上衣啊 光着吉量跳舞 男人看的多些 咱家的男人都在您跟前呢 怎么看呢 呸 原来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呀 我还以为是佛家的妙舞呢 可以让人一心向善的 原来是这么个东西 这窝国王女脸面都不要了 那些薰贵们也不要脸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节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四百三十二节 奶奶 这可不能怨薰贵 窝国王女就是打算用这个舞蹈挑战薰贵们的人品 阎老先生 李刚师父 袁章 玉山 公叔 他们都去看了 说是窝国野人生生的把好东西给糟蹋了 天魔舞原来叫河西赞佛曲 被窝国人一改就成了不穿衣服的舞蹈了 姑姑也没穿衣服 李荣指着外面对老祖祖告状 刚才呀 就是小姑姑把她推到一边的 老奶奶顿时变色 听到外面的小鸭玩水的声音 拎着鸡毛胆子就冲了出去 丫鬟都来不及搀扶 云烟立刻就把云宝宝的耳朵捂住 敌人杰也把李荣的耳朵捂住 鸡毛胆子抽在屁股上的声音 屋子里都能听见 中间还夹杂着星月喊疼的声音 不用说呀 在场的没一个人能逃脱独守的 云烟在欢笑着的李荣脑袋上点了点 很是担心小鸭 好歹穿条内裤啊 怎么就光着屁股下水了 十一岁了呀 不一会儿 拆环横乱的小鸭呢 就被奶奶揪着耳朵拽进了屋子 看到云烟在 几眉弄眼的要哥哥替自己求情 奶奶在盛怒之中 谁说了都不管用啊 云烟只好抬头看着屋顶 装作没看见 小鸭憋着嘴继续哭 我老了 管不了了 这是你妹子 将来嫁不出去 我看你怎么办 老奶奶在丫鬟的搀扶下 进屋里去消气 把烂摊子留给了云烟 才准备回头教训小鸭两句 却发现 她已经抱着剩下的两块西瓜猛吃 小鸭啊 现在也是大姑娘了 你不能在人前光着屁股了 下回想游水啊 穿着内衣游 光着可真的不好啊 将来说不了婆家 怎么办呢 不嫁人最好 我就在咱家待着 姑姑婶婶不就是在家吗 天摩基说了 人的身体天生父母养的 最好看不过了 尤其是女人的身体 更是这样 男人靠着武器征服天下 女人就要靠着身体来征服男人 最后获得天下 方式虽然不一样 但是目的相同 只要征服天下 就不能把身体藏起来 这种美丽需要释放 云烟感觉自己的心都嘎巴一下 碎裂成了几半 怪不得呀 小鸭以前离谱 但是从来没有离谱到现在的程度 原来是自己的错呀 贪图人家的天魔舞 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真是咎由自取呀 云烟不介意天魔机把别的女人训练成和他一样的魔女 哪怕是秤心 被他训练成妖怪 他也不在乎 但是绝对不能把小鸭训练成魔女呀 幸好发现的早 如果晚些时间 这一定是家门的不幸 到了找天魔机好好谈谈的时候了 星月揉着胳膊偷偷的往屋子里看 见老奶奶不在 见了以后 发现小鸭在吃西瓜 恨得在小鸭头上 狠狠的点了两下 眉笑着对云烟说 父亲 不知道寒瓜 还有没有成熟的呀 勾引男人 是一门学问 如何更好的勾引男人 更是一门学问 曾经魅惑的皇帝 都不愿意上朝的天魔机 无疑就是掌握了这门学问的宗师 每天午后 看到云家的女人 一人抱着一小卷的地毯 往小院里走去 云烨就不由自主的哀叹一声 天魔机说了 小鸭啊 是学歪了 他说女人身体 是武器 这种武器是隐形的 不到最后的时刻 绝对不能显露人前 就像一张弓 搭上剑 隐而不发 才是最具有威胁的 一旦射出去 所有的人都会知道 你的目的和方向 就像现在的高山养子 整天里给长安勋贵们 跳艳舞 取悦大众 彻底的沦落为 长安市井最大的笑话 云烨不想他祸害云家的女人 但是看到最淳朴的大鸭 时时都羞搭搭的钻进小院子之后 云烨就只好放任自留 每个女人都需要这样的技能 一味的打压 只会适得其反 当小五穿着自己最喜爱的 牡丹花青纱裙 风情万种的 一阵风一样的 从云烨面前跑过 本来呢 还有点欣喜 到底有一个强大的另类 没有被吸引 没有带着小毯子 就说明没有去找天魔机 这种喜悦只维持了一刹那的功夫 小五的小丫鬟 背着小包 胳膊底下夹着毯子 向云烨请安问好的时候 云烨的眼前就是一阵阵的发黑 变态加魔女 不知道将来的夫婿会是谁 还能不能有一点点存活的空间呢 在书房处理完公文 一一归党之后啊 一天的时间就已经消磨完毕 敌人杰懂事的给师傅倒了一杯茶 刚才的好些公文都是敌人杰批约的 师徒二人研判了每一个案例 由敌人杰先判断 云烨呢 讲述事件背景 然后再判断 两个人有时候还会有辩论 达成一致之后 就会形成最后的意见 由云烨亲自写在公文上 岭南水师的公务很繁杂 包括军事预演 船只和人员调动 风险评估 经济核算 人员讲诚 这一切都必须在 岭南水师这个圈子里完成 不虞据 不越轨 云烨发现李二最讨厌的 其实就是不守规矩的人 只要你按照规矩来 什么话他都能听进去 魏征之所以能憋死他的鸟 那就是因为他是几十钟 参奏皇帝是他的本职 所以呢 云烨从不做自己分外的事 皇帝拨一下 他就动弹一下 不拨绝对不动 老老实实做默认 才是当大官的诀窍 勇猛精进 胸怀大志的这种事情 小官员需要大做特做 到了云烨的地步 不思禁举才是正确的 随着时间的推进 个人威望 家族影响这些事情 总会慢慢出现 现在在想富贵 显中求 那一定是脑子被驴踢的不轻 如今家里的饭桌上 只有云烨 老奶奶 狄人杰 再加上两个小宝宝 剩下的女人都在发疯 星月认为自己的屁股有点大 腰也变粗了 最近在跟着天魔鸡吃竹笋 据说这样能剪掉腰上多余的肉 而不会把其他部位变小 云烨只要看见 他抱着一个花碗 咯吱咯吱的吃竹子 就有一种把碗扔掉的冲动 熊猫才整天啃竹子呢 李安兰认为自己的脸有些方 李家遗传的大方脸 在长安男人身上 看上去威武霸气 但是在女人身上 线条就有点硬了 只要到了睡觉的时候 脸上就戴着一个白面具 两个圆圆的小洞里 不时闪烁着寒光 让整间屋子里都鬼气酸酸 奶奶吃一口饭 就叹一口气 最后在虫孙子的怂恿下 勉强吃了一碗饭 就带着两个孩子 去花园里 六腿消食 目送着老奶奶出门 敌人节就欢乐的 把鸡腿拧下来 假模假样的 请师父吃 见师父摇头 第一时间就塞进嘴里 一个人绕着桌子 挑自己喜欢吃的菜 云烨放下饭碗 隔着窗户看花园子里那些 进进出出的女人 这股风波现在扩散了 西帕迪亚 还有成楚墨的老婆九一 也插上进来了 偶尔呢 还能看见几个书院先生的老婆 也从侧门进进出出 回到卧房准备躺一会儿 今天做的时间有点长 卧室里的软榻 最适合躺着看书 言之推老先生写的秦论 这本书的确应该好好看看 一个人老成精的人 如果告诉你他的处事之道 你就一定要席耳恭听 不管你的想法 是不是比他强一百倍 你都需要静下心 细细品味 老头子在书里面 详细阐述了他对先秦的认知 老狐狸不肯讲 夏商周灭亡的原因 只愿意讲给周天子木马的秦人 是如何从一个木马人 逐渐发展成一个虎视阴阳的大秦帝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揪揪老秦 赴我山河 血不流干 死战不休 揪揪老秦 赴我山河 血不流干 死战不休 云叶忽然吟唱起这四句话 他忘记了这四句话是从哪里来的 只是单纯的认为 这四句话呀 套在这个时候非常的合适 大秦的君族或许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 拿着简陋的武器 一次又一次向天下最精锐的魏武族开战的 一次 两次 三次 整整用了二十年 才从魏武族手里夺回了河东之地 自古秦兵奈苦战 这是事实 老头子没有说什么成王败寇 也没有说什么历史教训 他只是在阐述一种精神 战国七雄 征战天下 其他六国都是重甲士兵 唯有秦国士族 不宜轻装 难道他们不知道 缺少防护装备 死亡的几率更大吗 当然不是 老秦人为国征战 为生存而战 不惧生死 老秦人身处边陲 荒凉贫瘠之地 骁勇彪悍 好勇斗狠 国家利益至上 虽然当时呢 国只是一个帮国而已 老头子整部书里面 只是讲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需要从经济里 赤手劈开一条路 而后努力的把这条路 不断的向远处拓展罢了 一代代的人就是这么传承下去的 国家间的竞争 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 这是老头子留给云叶的课页 如果不领悟透 一定会有苦头吃的 现在很多人都有把自己的书 给云叶看的习惯 李刚 袁章 玉山 就连公书木都把自己写的名字叫 规矩的书拿给他看 云叶在秦论这本书的后面 贴了一张纸 上面写了 揪揪老秦 赴我山河 血不流干 事战不休 一连写了三遍 用布皮包裹好了书 让仆人呢 给颜值推还回去 颜家人的书是不外借的 云叶对老头子开玩笑说 颜家是书与老婆 盖不外借 谁知道老头子很认真的说 万不得已的时候 老婆可以外借 书不行 爷的云叶一时间没话说 给老奶奶说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刚吃完饭散步并不好 等上半个时辰再去散步 是最好的法子 老人家不听 认为老祖宗的经验教训不会错 谁知道呢 健康这种事说不出来 有好多五毒俱全的人 长命百岁 也有好些不沾恶邪的人 早早丧命 说不来谁对谁错 老人家喜欢就随他去了 花园子 云叶现在是不去的 一去就闹心 听见旺财多多的叫唤 就来到了前院 少了门牙的马夫 正在给旺财换马蹄铁 可是怎么都不能让旺财抬起蹄子 被拴在架子上的旺财 见云叶过来 摆着头 想要挣脱缰绳 云叶来到旺财身边 抱着长眼 亲年了一会儿 总算是让他安静下来 给他一边挠肚子 一边抬起他的前蹄 蹄铁果然该换了 马夫连忙接过来 把以前的旧马蹄铁撬掉 用刀子一点点 把开裂的蹄甲削掉 然后很熟练的 钉上新的铁蹄 四个蹄子都换上了新的 这才解掉旺财的龙头 受了委屈的旺财 紧紧的跟在云叶身后 溜达着就出了大门 傍晚的时候 集市上依然热闹 到处都是在甩卖违祸的小贩 高傲的旺财 从来都是不吃违祸的 弄得好多小贩 看着旺财脖子下的钱袋子眼馋 直接去找老江他们 这时候啊 该是酒坊出酒的时候了 看看出酒 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小山上的酒坊 现在更像是一座小城池了 外面看起来单薄的墙壁 实际上 足足有四尺厚 里面全是青石 这座小山 恶守在道路边 任何想要通过大路 进入云家庄子 就需要先经过小山 别人不知道 云野清楚的知道 酒坊里啊 有公输甲制造的大黄弩 甚至还有一种 轮子一样的投掷武器 云野都没见过 老江说 这是用来摧毁工程车的 旋转着投掷出去 威力惊人 云野想都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 会到那种需要死拼的天地 所以呢 不太在乎 但是老江他们 却乐此不彼 老江偷偷的告诉云野 如果风云起 这些都是云家 画龙飞腾的资本 家匠的作用 可不光是守家护院 这种小堡垒啊 大一些的家族都有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皇帝也很清楚 一旦自己把天下弄坏 往日对他忠心耿耿的 勋贵们 就会立即反目 而且手底下绝对不会容情 朝代的更替 就是这样进行的 摇摇头 把这个可怕的念头甩出脑子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李二是何等的可怕 他一辈子经历过的叛乱无数 包括两个儿子 也反对他 最后的结果呢 反对他的人 好像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侯爷 您来视察军备 老江欢喜的打开大门 对于家主一年都来不了一趟的态度 很不满意 好不容易见着侯爷来了 当然要直接说重点 免得让他总以为 自己是在吃白饭 江叔 咱家就不要用军备这个词 我只是来看看你们几位 今年呢 你们也不常去家里了 都窝在山包上干什么呀 守了一辈子城池 还没守够啊 多走走 多转转 您几位没事啊 出现在庄子里 我这心里啊 也觉得踏实 云爷把刚刚从集市上 买来的一大包猪头肉 放在门口的大木桌上 看老人 总归是需要一点守信 精致的菜肴 这些老兵们不喜欢 油肥油肥的猪头肉啊 才是他们最喜欢的东西 老江打开荷叶包 捡了一片猪鼻子肉 扔嘴里 对其他老人说 难得侯爷还记得我们的嗜好 刘国头家的猪头肉 味道就是好啊 肉先不急着吃 侯爷 给你看看 我们老兄弟这半年的成效 在一群老兵的粗拥下 云叶进了后院 正是初九的时候 院子里的人很多 光着脊背 穿着裤衩的精壮汉子 拿着木仙 从蒸桶里 往外产酒糟 嘴上捂着毛巾的妇人 把凉水往酒刀上浇 还有几个妇人 在往酒坛子上贴度数标签 每次蒸酒 度数都是不一样的 需要勾兑之后 才能形成统一 云家的酒 现在风靡长安 城建商队 拉着勾兑的酒 到处骗草原 戈壁上野人的钱 掌柜子特意说了 不要好酒 就要勾兑的略酒 度数越高越好 酒都没长呢 就被老江拖到一间 很大的屋子里 这老兵们 个个一脸的得意 就知道 他们一定干了 很了不得的事情 老江在手心 吐了两口唾沫 拉着地上的一根 粗铁链子 双膀一较劲 好大一块地面 就被接了起来 露出一个黑油油的洞口 另外一个姓赵的老兵 吹着了火折子 踩着陡峭的木梯 就走了下去 云烈一头雾水的 跟着下去 当脚踩到石地的时候 才发现 面前有一条 极为深随的地洞 老江点着了火把 大踏步的走在前面 示意云烈跟上 岸道极为曲折 好些地方 还有石门 没走百步 就会有一间 不大的石屋 可以伸直腰板 云烈回忆了一下 发现岸道的方向 正好对着云家庄子 走了一会儿 就已经走到岸道的尽头 小山是石头山 有些地方还有水往下滴 看起来很不牢靠的样子 地上散落着签子 大锤锄头等物 云烈转过头 心肩酸楚的几乎无法说话 江叔 你们这是 侯爷 小兔还有三窟呢 咱家怎么能不提前做准备啊 我们都是上贯沙场的老兵 虽然弄不懂朝堂上的风风雨雨 但是我们见过的肮脏事 绝不在少处 有些事还是我们兄弟亲手执行的 杀人越货 什么勾当没干过 原来以为到了云家 做的还是这些事情 没想到侯爷从来没有用过我们 云家也从来没有什么肮脏事 让我们去干 侯爷这样好的人家 谁不希望他恭候万代呀 侯爷现在受到地宠 云家自然是一帆风顺 侯爷不考虑将来的事 一则年轻 二则没吃过亏 我们不能白白拿云家的俸禄 过着好日子 就忘了将来的危险 所以我们几个老家伙商量好了 在我们还有些力气的时候啊 给云家凿出一条 预防万一的活路 只要躲过大兵围剿 以侯爷的本事 咱家就算只剩下人了 想要东山再起 也是转眼间的事啊 侯爷 咱家要延绵万年 子孙横昌 请侯爷 那我等为家臣 我等誓死与云家 共进退 若有反复 天打雷轰 子孙死去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节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 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四百三十三节 唐朝人一般不发誓 一旦发誓 就是玩命也会做到 他们把自己的誓言 看得比命重 很多关中的刀客 就靠着信义活着 所谓三杯土然诺 五月倒为清 说的就是他们 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承诺 很少有没有完成的 江牛 你愿意成为云士家臣吗 云叶掏出自己的截手刀 送给老江 老江毫不犹豫的双手接过 江牛愿意 白死不悔 说完一刀子 就割破自己的手腕子 举了起来 云叶取过刀子 在自己的手腕子上 也来了一刀 老江抬手 就把自己的伤口 和云叶的伤口贴在了一起 这里有个说法 叫容命 容命容了足足38次 还有12次 等着随着伤队外出的老兵 回来之后呢 才能继续完成 不管是谁 在自己的手腕子上 不断的割伤口 割了三十几次之后 都会有头晕目眩的感觉 侯爷 您只需要割一刀就好 为什么要割自己这么多刀啊 您的手臂上都快没有好肉了 仪式开始就不能打断 老江硬是忍到仪式结束 才问云叶 一刀一条命 我付出的不过是一道伤口 将来你们说不定 付出的会是生命 仪式不可不隆重 一句话说得老江等人唏嘘不已 此时的云叶虽然很想骂人 看在一屋子把自己的命 包括子孙后代的命 都卖给自己的老兵 不好张嘴就骂 想了想对老江说 你们准备分家吧 每家分出去一个子孙 不参与云家的和亲事宜 云家虽然重要 也不能让你们没了香火啊 哈哈哈哈 侯爷 此言诧异 我等一入云家 何来自己的香火之说呀 我等死后 需要陪逝在你的身边 论年纪 一定是我们先死 云侯将来选好目的之后 我们先住进去 替你开路 打折好阴曹地府的小鬼 你受的香火 无论如何 也会有我们一份 所以没必要分家 一分家 就会多一份牵挂 使不得呀 云叶仰头惨笑出生 看着老兵们说 云家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身边的人 每一个都幸福安康 所以在咱家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轻言牺牲 云家的人命都贵重 一点恩惠 一点钱财 还买不了 听到云叶的话 老兵们也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回算是彻底的和云家 捆在一起了 从今后 他们从云家拿到的钱 不再叫公钱 而是叫俸禄 带着一胳膊的伤回到了家里 星月抹着眼泪 给云叶包扎伤口 奶奶喜形于色 两只手一直合在一起 拜菩萨 李安兰站在云叶身后 脸上羡慕的表情 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 叶儿啊 明日奶奶去酒庄 好好感谢一下他们 咱家也有真正的家臣了 这样的人手才牢靠啊 天魔鸡那样的 少找两个 夫君 荣儿也是您的孩子 您看 是不是把家里的家臣 也分派给荣儿几个 五户就好 您看肠吗 李安兰咬咬牙 跪在云叶面前恳求 星月很不满意 家臣可不是铜钱珍宝 给几个就给几个 家臣在很多的时候啊 就是主人的命 哪怕是造反 最后陪着主人死的 一定是家臣 但是在家臣问题上 星月这个主母 是没资格说山道四的 嗯 是这样 五十户家臣 荣儿会有五户 草原上的丫头 也会有五户 到时候我会安排 你就不要再问了 云家的家臣 不容你们亵渎 知道吗 这句话一出 不但星月 李安兰 公身英士 就连老奶奶 也点头答应 封建家族 最重要的标志就是 封地和家臣 两者缺一不可 有了家臣 家主的地位一下子 就无限提高 睡觉前 星月端着一盆子水 李安兰也端着一盆子水 都要给家主洗脚 争执不下呢 只好让他们一人洗一汁 洗完脚 星月早早的就爬上了床 呼上着大眼睛勾引晕焰 李安兰支支呜呜的坐在床头 不愿意出去 看也是白看 要劲没过呢 公主不愿意回去 那就一起睡 今晚有话对你们说 云夜把李安兰推进床里 自己脱了衣服 也上了床 吹熄了灯火 杖子一放下来 床上就彻底成了一个 私密的空间 躺在两女人中间 却没了说话的心思 感受着两边剧烈的心跳 云夜咬咬牙 低声说 云家到了现在 才算有了一点点资本 咱家本来就是墙头上的草 头重脚轻 根底浅 收家沉的事 需要极度谨慎 这五十个老兵 从楼右起就跟着我 一直尽心尽力的 保护咱们这个家 算得上是知根知底 所以呢 我才会答应 我是一个多疑的人 也知道 这不是一个好毛病 想要获得我的信任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你们要小心 家臣虽然重要 但是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史书上很多的贵族谋反 不一定都是家主的决定 当所有家臣 都决定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家主其实是无力反抗的 星月不清楚这些事情 安兰应该多少听过 你黄爷爷呢 其实就是被家臣 还有你爹 逼得跳出来造反的 云家要杜劫这种事 有了家臣 不要让人家以为 我们就有了造反的资本 现在的大环境底下 跳出来造反 会死得比猪还惨呢 云家 我作证不会有问题 安兰 荣儿那里 你要看住了 苗头不对 立刻下众手 清理门户 不可有半点的犹豫 天高皇帝远的 时间长了 容易滋生不好的念头 一夜没睡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床顶 脑子里转进 哪怕身边躺着两个 活色生香的美人 做到了心如止水 不关孙思缪要笑的事 家族的担子 像山一样的压过来 这种环境底下 云叶还生不出其他的念头 云家现在的家业庞大 需要计算的东西很多 哪些是能够交换的 哪些是能够放弃的 哪些是需要过去性命保护的 都要算清楚 想要彻底的离定清楚 没有三两天的功夫 是算不清楚的 很佩服历史上那些 杀伐凌厉的主 能在电光火石之间 就把所有的利弊算清楚的人 绝对不是普通人 云家的这点家业 就让云叶伤透了脑筋 也不知道李二 是怎么在理算清楚之后 还能不停的给别人挖坑的 言之推大清早的 就到了云家 看到云叶包裹着的胳膊 在没人的时候 小声的问了一句 小子 难得呀 就你这样一个愣头青 居然也有家臣了 严实说笑了 都是家里的婆爷 跟他时间长了 舍不得分开 就认了家主 小孩子的玩笑 你还当真了 少骗我 小孩子打闹 都不拿这事做法 胳膊都搁得乱糟糟的了 人数一定很多 小子 从今往后做事情 一定要稳妥 再胡来 丢命的就不是你一家人了 和老头商量好了 今天呢 去看玉米的采收 老头子自称是最喜欢吃玉米了 玉米茶子粥 怎么喝都喝不够啊 还给起了一个销魂的名字 水晶黄玉粥 今年的头茶玉米收割 老头子一定要去看看 同行的呢 还有李成前和李泰 蓝田县令带着主部 县城县位 全部都到场了 如今天地里 已经看不见那些 让人头皮发麻的土豆 当地官员又恢复了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有声小说 糖砖 曹县令 今日看起来 红光满面 有什么喜事 说来听听啊 云叶笑着和县令打趣 胖胖的曹县令 文言笑得开怀 连连拱手说 惭愧 惭愧 主部联盟接着说 好叫侯爷知道啊 曹县令如今需要改换称呼了 昨日吏部才来的文述 曹县令如今已应是许州别价 不日就要上任了 现在正在教科公务 听说阎公 太子 魏王和云侯 要来视察玉米田 无论如何 也要前来听讯啊 已成前 欧了一声 哦 你这次荣生乃是实至名归 功劳到了 自然就会高升 贺喜的话不说了 只怕你到了许州任上 依然能够尽职尽责 为国立功 许州历来都是群雄逐鹿之地 境内地是西北高 东南低 自西向东 缓慢倾斜 平原众多 山地也不少 原是雾富民风之所 可惜此地经历了过多的战争 导致百姓穷处 为官一任 定当造福一方 如果你在许州 还有上家的表现 你的仕途 不会仅限于别家 曹县令 听到太子的勉励 训诫 连忙败道 指天发誓 一定要改变 许州百姓的现状 如果做不到 宁愿 劳死许州 曹胖子 你的运气还真是好啊 太子这么说 明显是准备 让你升官的 许州也在京畿 气候风土与关中 几乎没有差别 你只要把土豆玉米带去 一年的时间 能让百姓填饱肚子 两年时间 你就能把许州的粉条 卖得到处都是 百姓有了粮食 有了钱 你他娘的 也就有了铁打的政绩 将来做刺史 还能如法炮制 你不如 叫土豆官算了 在场的人 都哄笑起来 曹县令笑得最是开怀 言之推 在轮椅上 对着李泰笑嘛 你这小子的嘴呀 还是损得要命 做一个土豆官 有什么不好的 老百姓有粮 有钱 那才是王道 不饿肚子 比什么都强 衣食足 乃知礼仪 曹县令抓百姓粮仓 钱袋的时候 万万不敢忘记了教话呀 曹县令整一扶官 恭恭敬敬的败谢了 言之推 最后向云叶拱手说 下官此去惊年 不能再听云侯教诲 不知云侯可有训诫 可让下官警醒啊 别的没什么 你的品性还是不错的 就是固执了些 此去许州 少掺和当地官场 只要你把土豆 玉米粉条 这三样抓好 没人能把你怎么样 记住了 一定要给百姓们 一种感觉 此官员 人傻 钱多 好骗 一定要百姓们 蜂拥而至的 过来欺负你 你才能绕开所有人 做到你想做的一切 一番话 把所有人都说得一愣啊 颜值推反应的居然最快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指着云叶笑得说不出话来 李太也反应过来 跟着大笑 里程前看曹县令 还是一副茫然的状态 就给他解释说 云红的意思 是你不要盲目的 强硬的推广这两样作物 你要把百姓的好奇心勾起来 从你要他们种土豆 变成他们自己要种土豆 还是不让种不成的那种 这种小花招 你微观多年 不会不懂吧 曹县令恍然大悟 身后的主部 县城县位 也是一副才明白过来的样子 至于有几分是真的 那就不知道了 云叶看着一马当先 背着筐子收割玉米的曹县令 笑着对李太说 呵呵呵 你看看 许州明年如果不是漫山遍野 都是土豆玉米 你来问我 有了今天的对话 借给许州刺使八个胆子 也不敢背地里给别家使绊子 你说的没错 这家伙真的是算得上好运气啊 云叶 我一直想问你 你胳膊上的伤哪来的 看样子 你被割了好多刀啊 那个屁大点的官员 还轮不到我们去操心 你莫非是在自残 里程前都被颜值推 碾到玉米地里收玉米去了 云叶 李太当然免不了 云叶的手很不方便 李太马上就看出了端倪 说自残也说得过去 的确呢 是我自己割的 当年 随我在拢佑征战的几个老兵 非要当云叶的家臣 啊 要容事 原来割一刀就好了 我哪里知道 以为一个人就要割一刀呢 所以这胳膊才成了这副 烂糟糟的样子 李太羡慕的看着云叶的烂胳膊说 你运气真好 有人把命给你 这样的伤口 我父皇也有 我大哥有 我和李克还没有 看样子 我的品性 还是不能服人呢 云叶奇怪的停下手里的活 看着李太说 你是陛下最宠爱的儿子 还是亲王 你的封地大的吓人 按理说 你有百八十个家臣 这不奇怪呀 怎么会没有啊 围挺和杜楚克 追随你多年 难道他们不是你的家臣 他们是魏王府的蜀官 可不是家臣 家臣和奴仆 蜀官 这是两码事 一个是国家分派的 一个是卖身进了家里 家臣不同啊 首先需要给你立下功勋 接下来呢 你认可他的忠心 最后啊 就是你认为 可以把命交给这个人 这样的人 他有资格成为家臣呢 哪怕他在你家 是养马的马夫 也是你家的半个主人 而不是仆人 你家的那些老兵 和你一起出生入死逛 对你家忠心耿耿 七万年下来 一个人的心也该看透了 所以呢 你有家臣 一点都不奇怪 我就难了 开府的时间太短 这时候 不会有人主动 认我这个家主的 随便掰了一筐玉米 意思一下就好了 今年云家的玉米啊 几乎全部是用来 当种子凉的 曹县令居然倾家荡产的 购买了五百罐的玉米种子 还有七八船之多的土豆 云业受不了唐朝 信息流通的速度 长安的土豆多的吃不完 许州虽然距离长安 只有五百里 百姓们居然都没有 听说过土豆 官府知道的土豆 也不过是在文书和唐报上 两个简单的字 私农寺的人 也开进云家的土地采收玉米 私农寺少卿都不好意思念圣旨 把圣旨栽给云叶 让他自己看 云叶一头雾水的打开后 才发现这就不是什么圣旨啊 是长孙的遗旨 刘少将 本侯今年二十二岁了 难道还不算成年 怎么还归皇后娘娘管辖呀 这不符合常理呀 给魏王的旨意 那都是圣旨 怎么到了 我这里就变成了遗旨啊 于豪 下官也不知晓 私农寺采购两种 是按照您定的价格进行的 只是这笔钱 不是出自国库 而是出自少监府 听说是娘娘省吃俭用 省下来的支份钱 所以您接到的遗旨 而非圣旨 那就不奇怪了 中书省的大佬没意见 几世中没有风波遗旨 那么他就是有效的 老刘 前几年你说娘娘省吃俭用 我没意见 这时候再说这话就亏心了吧 少监府如今肥的流油啊 陛下修缮曲江 持的钱 那都是少监府独家赞助 皇宫里两年 添了多少亭台楼阁呀 哪一个不是美轮美奂 曲江园子里的奇珍异寿 我在秦岭都没见过几只 皇宫里的溜金神像 那就不是溜金呢 一指头后的溜金 你见过吗 云叶心里苦思的厉害 长孙这是非要把自己 赚在手心里呀 赚在他手里 不管出了什么事 那都是小事 可以按照家伐处置 虽然对自己好处多多 但是想要获得尊敬 就不太可能了 因为皇后馆的薰贵 都是没成年的呀 中书省几是中 他们怎么会有意见呢 有人自愿出一大笔钱 帮朝廷买种子 还没有半点的附加条件 至于一位侯爵会丢脸 谁会在乎 只要不动国库的钱 他们自己丢脸都不在乎 云叶知道 房玄龄魏征这些人 不要脸的时候 有多么的可怕 长孙的做法很过分 这也是要收家臣的动作 成为皇帝家臣 是许多人 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 比如红城就是如此 他没资格享受 荣世这一仪式 只能算是皇家的奴仆 就是这样 也让他在犯了 无数大错的时候 总能够东山再起 侯爷 果儿这孩子死了心眼 怎么办呢 这一回真的上吊了 如果不是丫鬟看得紧 说不定就出意外了 乡城侯的长子 虽然愚本了些 人却是憨厚的 将来也会继承爵位 富贵一生 还是可以预期的 你说果儿 怎么就看不上他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节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 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四百三十四节 战场上出生 入死都面不改色的人 现在一脸的苦笑 无聊的转着茶杯 一副苦逼的样子 知道他在装 云叶还是叹口气说 哎 如果果儿许配的人 是其他的兄贵 我一定会一言不发 许给香城侯 我就只好多句嘴 表兄妹生下来的孩子 能好到哪里去啊 憨吼 我看呢 就是一个傻子吧 这事情没完 告诉你 香城侯的儿子 不是后天变傻的 先天上 他就是一个傻子 老祖宗 不许我们进亲成亲 你以为是随便说出的 就是因为容易出傻子 才立下了这个规矩 果儿就算是嫁过去 将来万一有了孩子 告诉你 有五成的概率 还是傻子 那怎么办呢 果儿总要嫁人的 现在这事啊 都成了长安城的笑话了 狗子这个小王八蛋 躲他洛阳不回来 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呀 事情讲清楚就是了 给香城侯 把前因后果说清楚 不要隐瞒 你知道熏贵间最在乎什么呀 果儿今年只有十六七岁 急什么呀 少年人互相爱慕 再正常不过了 这种感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说不定 这果儿啊 明日就会喜欢上别人 许静宗 有意给他的大儿子提亲 您看 那就让许静宗的儿子 都接触一下滚啊 万一成了 也是好事啊 身份虽然赶不上香城侯 但是那小子 跟老子学的一肚子坏水 这可比香城侯的儿子 强了一百倍啊 香城侯点点头 事实上呢 只要是书院子弟 他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身为独道官 学院学上什么前途 他很清楚 现在这里的孩子 都是一个德行 除了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 看什么都不顺眼 只要今年的行万里路结束后 就会迎来朝廷的大考 这些学生 对于鸡弥州的兴趣 不是一般的大呀 越是聪明厉害的学生 选择的地方的环境 就越是复杂 改土归流的意见 就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 圣人不是说 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吗 自己去鸡弥州才是用武之力啊 能把鸡弥州变成和内地一样的州府 功劳堪比军功啊 月后 书院的高年级学生就要出发 您不去送送啊 今年的第一名王玄策准备去吐蕃 想去看看那个兴盛的国家 他执着的认为 那个国家将会成为我大唐的心腹之患 需要早早做好防备 他要先去看看 回来之后就会制定出对策 化解这个潜在的危险 15岁的孩子去什么吐蕃呀 现在吐蕃的使节就在长安 听说准备向陛下替他们的赞谱求亲 也不知道陛下会不会答应 那个该死的地方危机四伏 就算是不杀他 气候环境也会杀了他 等过几年长大了些再去 云叶对于王玄策寄予了厚望 有胆有识杀法果断 就是自傲了一些 不把棱角磨掉 一定会捅大娄子 这是一个能立功 也能闯祸的家伙 云猴 他们的计划制定的非常详细 我看过了 没什么问题 再说了 好苗子就要放出去见识见识 活着就该有用 死了活该倒霉 欲不拙不成器呀 云叶把手里书放下 看了红尘一会儿慢慢说 你以为他是你以前带的大头兵 百十个人头里边出现一个成才的 就算是成功了 这里是书院 这里的孩子 个个都是千里挑一的好人才 琢磨人才没错 那也要循序渐进 你把一块小石头填进墨眼里 那不叫琢磨 他娘的那是在谋杀 朝廷书院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和代价 就是让你往墨眼里送的 今年的万里游不许出关 我向陛下请示过旨意了 他们会成为各个县里的第二主部 先把关中的民情了解清楚再说吧 积宿州 不在朝原就在戈壁 要么就在野人出没的地方 没经验 凭着傻大胆就能建功立业 你去告诉他们 想要出关的会被书院开说 红城就不适合担任督导官 他的智慧过于低下 经常被书院的那些小王八蛋 怂恿着当枪使 你是先生 怎么能比学生还要激进呢 少年人脑子发热很正常 你一个中年人怎么也不懂事啊 人家说两句慷慨激扬的话 学生还没动静呢 他自己就已经热血沸腾的厉害 恨不得现在就把李家王岐 插遍马蹄能踏到的地方 果儿最近往云家跑的很勤快 一天两三趟啊 后来干脆就住在云家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买通星月的 和大家住在一个小楼里 整天在天魔机的院子里出没 云家成年男人呢 就云叶一个 还是果儿的长辈 对于闺女在云家夜不归宿的问题 红成两口子似乎是视日不见 还派了管家把香农送了过来 这是要做常住的打算呢 夫人啊 你现在身材正好 不胖不瘦 猪圆玉润的招人喜欢 抱在怀里很舒服 干嘛非要和自己过不去啊 腌的酸竹笋 整天吃个不停 把胃伤了可就不好了 你看看安兰就很乖 一顿饭吃两大碗 还不是很漂亮 用不着给自己找最瘦啊 乖啊 这块大排骨赶紧吃掉 你都看了三遍了 酸竹笋不要吃了 给我 正好啊 我开个胃 星月看着碗里那块红亮的排骨 看了好一阵子 夹起来想吃 看到桌子对面上 果儿忧怨失望的目光 咬着牙又把排骨 放进了小鸭的饭碗里 低下头继续把竹笋 咬得咯吱咯吱的 李安兰炫耀一般的 夹起了好大一块骨头 啃完了外面的肉 拿着筷子细细的 捅里面的骨髓 给李荣喂了一口 云宝宝喂一口 三个人都吃得一脸油腻 受不了果儿 打夯一样的跳绳 也受不了星月在床上 一起一卧的做仰卧解作 原来以为这些东西 都是后世才有的 谁知道在大唐早就有了 动作花样啊 比后世多得多了 东阳河下游 有一截河段 严禁男人进入 云宝宝这样的 也在禁止之列 围了步杖子 还有五大三粗的婆婆守卫 打制了一个漂亮银子面具的天魔机 只要是有云彩的半阴不扬的日子 就会带着一大群女人去游水 刚开始云业并不在意 在上游游水的时候 谁会喜欢带着婆娘啊 脖子上绑着两个猪尿泡 游水的光屁股的儿子 就足以让他幸福满满 直到有一天 居然有女兵开始警戒这两边的山顶 才知道 李承前的老婆苏氏 侯氏也跑过来游水了 李太的老婆严氏呢 也带着小妾过来了 再这么下去 离长孙来游水的日子 那就不远了 关中的暑热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所有人都在等候皇帝 皇后去九成宫避暑 自己呢也好放个大驾 谁知道 他们躲在皇宫里哪儿都不去 皇帝非常勤快的 在上朝李氏 三天一小朝 十日一大朝的规矩 从未破过 李靖请了病假 程咬心 牛进达也告了假 秦琼一般没事呢 就不上朝 虽说这历史上 这位老帅 在贞观九年就会病逝 现在看起来 除了身子还是有些孱弱之外 看不到一点驾鹤 西区的征兆 喜欢吃排骨 喜欢吃肉丸子 最喜欢吃牛肉 胃口一点都不差 红夫女被程夫人 牛夫人拽走了 秦夫人不放心老秦 结果呢 还是被云叶给劝走了 到了玉山 男人找男人的乐子 女人找女人的乐子 这是规矩 李靖挽起裤腿 站在潜水里 手里拿着一把绑着绳子的钢叉 上面带着稻刺 这是专门用来叉鱼的 手一抖 叉子就飞了出去 等他拽着绳子 把叉子拖回来的时候 叉子上就挂着一尾鲤鱼 他好像一点都不避讳 三两下就把鱼收拾干净 叉在树枝子上 放在火堆边上烤 程咬金欢喜的往上撒调料 牛进达则在戏弄两个光屁股娃娃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灯火堆边上围满了鱼 李静把鱼叉架在高处 看着不断翻烤着鱼的云叶说 小子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高丽使节 进京必见了 他们向皇帝陛下 哭诉了你在 高丽的暴行 最严重的是 你居然肆意苛扣 高丽贵族 把一个射雕手的胳膊砍掉 掠夺了高丽王的宠妃 可谓是胆大包天 高丽使节 在万民宫哭诉的声泪俱下 高丽副使 当场煞雪蒙事 要与你一较高下 小子 别的事 我都清楚 就是你把射雕手的胳膊砍掉 掠夺了高丽王妃 这两件事情 做得非常过分 虽然陛下没有表态 看样子 是在等你上殿解释 明日早朝 我们一起去吧 杀人没什么 主要是高丽王妃的事情 你要说清楚 这牵扯到王权的尊严 陛下 也不会喜欢 有这种事情发生啊 听了李静的话 云也只是笑笑 不动声色 继续给自己的两个儿子 喂鱼吃 孩子还小 需要把鱼刺挑干净 要不然呢 会卡在喉咙上 李静没事干 就不会登门 这次也一样 高丽使节进京的消息 云也知道的 比他清楚 高丽使节到了卓州 减肥完毕的 何少呢 就已经派了快马 向云也禀报过 如果云也担心有麻烦 高丽使节 在来长安的路上 早就被杀得干干净净了 任雄寿命留在卓州 就是云也为了给船运航一点武力保护的 如果有必要 任雄再当当响马 也不是不可以 高丽人从踏上大唐的领土 就出现在云也严密的揭示之下 包括盖苏文治病 现在盖苏文和历史上野心勃勃的盖苏文 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骄傲 却对高丽民族忠心耿耿 对高丽王高建武呢 也是没怀二心 这怎么行啊 当初不杀他 就是在等他造反呢 现在这家伙 不好好留在高丽准备造反了 居然跑过来当使节 难道爱情的魔力 会大到这种地步 小子 你这是在犯众怒啊 毁掉一个射雕手 掠夺一个王妃 已经超出一般战场的规矩了 如果这次你应对的不好 会是大亏的 李静看着云聂一副 满不在乎的样子 有点生气了 声音不由的大了好多 吓得两个孩子 直往爹爹怀里钻 你小声些 吓着孩子了 这种小事也值得您忧心啊 一个射雕手 有什么了不起的 既然敢伤了我的属下 没把头砍掉 已经算是留守了 至于高丽王妃 鬼才知道 她是高丽王妃 现在挺着大肚子 在云姐养胎 谁喜欢就拿走 算的一个事情吗 一番话说的李静浑身发抖 颤声问 你居然玷污了高丽王妃 你想多了 云姐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家 我如果想找漂亮的女人 很容易 干嘛要抢一个女人回来呀 那个女人 我抓住的时候 恐怕就有咋了 我好心好意的 留她在家里安胎 这也做错了 当初我就告诉你们说 我去高丽 一定会捅出娄子来 你们不信 那我有什么办法 不过朝堂上 有老帅们替我挡灾 我操什么心呢 老秦叹了口气说 哎 云野呀 这件事情 你还是做好准备比较好啊 自古皇权不容亵渎 这几乎是一个共识啊 尤其在帝王间 这种约定 几乎是心口相传 虽然未曾录入文字 他确确实实的存在啊 对帝王 没有多少约束力 对我们这些臣子 这是雷池 绝不能跃移不枉 云野笑着对老秦说 秦莫巴 您实在是多虑了 今天呢 是个好日子 多喝一些葡萄酿才是 莫要被不相干的事情 搅了酒性啊 李静忽然间 好像想开了 拿一条鱼开始吃 还不住的夸奖老成的手艺好 对于朝廷上的事情 闭口不提 老成冲着老牛 急急眼 会心的大笑两声 继续喝酒 等到女人们玩的尽兴归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偏西了 李静把红夫女扶上了马车的时候 回头对云野说 小子 明日老夫装傻 一言不发 看你如何应对 说完坐上马车 一溜烟的就回了长安 长咬金牛进达 拉着秦琼大笑着 就去了成家的别墅 准备接着喝酒 云野怀里抱着儿子 跨上旺材的脊背 晃晃悠悠的往家赶 星月李安兰不断的提醒 小心孩子 听了这话就来气 自己玩了一整天 现在想起孩子了 拍拍旺材的脖子 会议的旺材 叫了一嗓子 小跑着 超越了马车 把马车远远的甩在后面 公书木对于改造之后的黑纸肠 非常的满意 这就是一个恐怖的杀人戾气 断了半截胳膊的黑齿肠 如今就是远程攻击的堡垒 全身上下都是幽黑的铁甲 左臂上被公书木 安上了半截铁质的甲手 甲手上放着一张 带着滑轮的强弓 或许是射箭这种事情 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里 右手随意的拉一次弓旋 就会有一只黑色的箭制 带着风声 一只接着一只的 钉在不远处的靶子上 公书木拴在柳枝上的铜钱 也被他一枚枚的射下来 百步穿扬的本事 没有半点的退化 他手上的那张弓 才是书院心血的结晶 同样的是五弹强弓 拉弓所用的力道减少了一半 原来黑尺肠最大的能力呢 就是开十一次满弓 事后两只胳膊就会像废了一般 需要僵养三个月才能继续拉弓 现在不必了 他能轻易的拉开五十次 而且呢不需要休养 开弓的力道减少了一半 就让黑尺肠的能力 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黑尺肠啊 看到了吧 我们的身体是如此的孱弱 在机关的面前 脆弱的身体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丢失一条胳膊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你毕生的心愿 都在射箭一图上 既然当初为了拜师学艺 可以抛家舍业 现在为了能把能力提高到极限 舍几条手臂 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吧 如今你才是真正的 天下第一高手 墨盒突厥 吐坡 血岩驼 高丽的射雕手 都要沉浮于你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公叔墨坐在椅子上 得意的对黑尺肠 炫耀机关之术的伟大 黑尺肠 把最后一支剑 定在了靶上之后 转过身来 忽然张着弓 瞄准了大门 云叶挠着下巴 从大门后走了出来 看着黑尺肠说 你没有剑 拿着一把弓 对着我做什么 我又不是什么 惊弓之鸟 还吓不死 蹦的一声 黑尺肠松开了弓悬 一阵进风 从云叶的耳边夺过 一枚石子 打在砖墙上 炸了开来 几粒碎渣 揭打在袖子上 胳膊被打得生疼 无礼 黑尺肠脖子上的铁链子 顿时就被拉紧了 他恶狠狠的看着云叶 垫着脚 想要缓解窒息的痛苦 刘进宝大步上前 带着铁环的拳头 就重重的轰击在黑尺肠的胸腹上 这家伙自从被安上专门 用来射箭的甲壁之后 又变得野性难逊 不行啊 黑尺肠 你是我准备送给陛下的剑奴 这样野性难逊 可不行啊 你必须学会什么叫服从 作为战俘 你没有傲气的资格 你该想想怎么活下去才是啊 我能给你这副假币 那么我也能夺走 你的勇气和骄傲 就寄托在这张弓上 你看 如果我拿走 你还是少了个胳膊的废物 所以说 我对你有再生之德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安人的 云叶每说一句话 刘进宝就在他的肚子上打上一拳 最后松开了铁链子 黑尺肠就摔倒在地上 两个家匠走上来 解开固定假币的牛皮袋子 从他剩下的半截胳膊上 抽走了假币 黑尺肠拼命的 用另外一只手抓着假手 不让他们拿走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435节 刘进宝宁笑一声 重重的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 这黑尺肠如同大虾一样 弯着身子抽搐 用脚踩着他的断肢 拿脚撵来撵去 直到黑尺肠眼中流露出哀求之意 才抬起了脚 蹲下来 抓着满头大汉的黑尺肠说 你就不是一个硬汉子 装什么装 硬汉子 大爷见过 两只胳膊都被砍掉了 眉头都没皱一下 就你这种软蛋 有什么资格在我家侯爷面前成英雄啊 只是最后一次 如果再有丝毫的不敬 老子让你连男人都做不成 公叔墓给云叶倒了一杯茶 要过那副假币放在桌子上 对云叶说 功是做出来了 可是能配的功玄实在是难寻啊 你那给蛇巾搅成了四股 才能胜任这张功的玄 反正你的绳子也没什么用 不如给我做张功玄算了 我计算过 剩下的还能做三张功的玄 想都别想 铁线蛇而已嘛 你自己去找呗 这是我的看家宝呗 不能给你 云叶一口回绝 自己遇到的人越来越变态 这东西有大用 就这次呢 已经是大出血了 好好好 不给就不给 不过 你真的打算 把这家伙当成礼物献给陛下 你看他野性难逊的样子 万一伤了陛下 那可就完蛋了 不送不成啊 高丽人来了 不过 你也高看他了 陛下身边高手如云 如果一个射雕手 就能威胁到陛下 你也太小看皇宫禁院的高手了 再者 这家伙还需要调教 做奴隶 却做得像个贵族这可不行啊 大唐的贵族已经太多了 不能再增加了 小子啊 这方面 估计吴蛇那个老东西是大行家 交给他 我相信 这个家伙一定会乖乖的听话 皇宫里出来的 没有好东西 吴蛇不行 已经老了 这两年在书院待的 已经没有那股子阴狠的劲了 我有一个更好的人选 他对于改造一个人 非常的有经验 而且乐此不比 对于自己都凶狠无比 我想 他对于高丽人 更加的不会手下留情吧 而且把人送给他 咱们就没有半点的责任了 万一出了事 我们还能站在旁边嘲笑他 黑齿长在一边听得真真切切 刚刚止住的汗水继续往下流 嘶哑着嗓子说 我答应做公奴 你把我献给陛下吧 我发誓不反抗 云叶冲他笑了一下说 不行 我不但需要你口头认同自己奴隶的身份 还要你从心里认同这一身份 直到你把它刻在心里 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才成 你自己做不到 必须借助外力 放心吧 段宏一定会帮你做到这一点 云叶干干净净的带着刘进宝回了家 看到自己的儿子正在骑着木马前后摇晃 心里的暗黑心思立刻抛到一边 他不允许这个家出现这些肮脏的事情 踩着木马的前面 木马一下子就不再晃动了 李荣抱着爹爹的胳膊想要推开 他却怎么也办不到 才要张嘴哭泣 就发现木马又可以晃动了 他立刻就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 继续和弟弟赛马 时事这孩子这几天很不对劲 好像总是有话对自己说 好几回了自己都给他机会了 时事的嘴张了半天 最后还是扭身跑了 这是何故啊 看到这孩子跑动的背影 云叶才发现 这孩子已经快长到自己尖头了 心头一动 苦笑了一声 决定让星月去问问 有些事情啊 女孩子没法跟师父讲 果然是喜事 时事急急了 这可是大喜事啊 以前大鸭他们有奶奶操心 云叶没有理会过 现在轮到时事了 这个傻丫头 头一次来了月事 以为自己得了病 悲伤了两天了 直到星月给他讲了妇人的事情 他才安心 小五搬着不愿说话的时事 非要弄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师娘会宣布 时事的裂分会比他多一倍呢 由于呢 不是在自己家 小五对于公平的要求 非常的苛刻 等师娘给他讲清楚以后啊 他就对自己的身体很不满 只比时事小一岁而已啊 为什么就会被认为是大姑娘 那为什么自己还要和小鸭一起 输小姑娘的傻头型呢 时事已经可以带簪子了 金布瑶 师母也给准备了 自己为什么就只能用香木的簪子 还有婶婶姑姑送了好多的绸缎衣服 凭什么呀 就因为他会流血呀 从来什么事都是自己优先 这一次偏偏被时事抢了些 小五很不满意 不过看到小鸭 敌人节 东西南北他们和自己一样 都没有长裂分 那这才确定 这和身体的发育有关 和师父的宠爱啊 没有关系 所以呢 他就很希望自己马上就变成大姑娘 姑姑送给时事的那件牡丹纹的衣服 真的很好看 云烈没时间理睬小五的小心思 来到前院 前院里住着唯一的女眷 就是荣华女 这段时间他过得很平静 云烈从来不去找他 星月也不去 管家除了每月送来五罐钱之外呢 也不进来 在云家 他注定是一个被遗忘的对象 他喜欢这样 除了每天在院子里走走 从来不出院门一步 和两个高丽婢女的日子呢 过得也是简单而清静 荣华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冤盖苏文到了长安 他来找你了 云烈站在院子外面 笑着对荣华女说 扶着肚子的荣华女 腿软软的就坐在地上 婢女赶紧扶住他 紧张的看着院子外面 带着笑容的云烈 荣华擦了一把脸 又站了起来 走到门口冷冰冰的问云烈 他也落入道 你的手里了吗 我想见见他 不管他是死是活 我都想见见他 我的孩子大概 没机会见到他的父亲了 见见尸体 也是好的 你猜错了 这次盖苏文学聪明了 他到长安是以使节的身份来的 碍于国法 我没有办法干掉他 昨日他在皇宫里 已经要求我把你交出去 没办法 只好把你交给高领 荣华女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云烈说的很清楚 不准备把自己交给盖苏文 而是准备交给高建武 如今自己挺着肚子 怎么见高建武啊 你好毒啊 荣华女攥紧了拳头 指甲再一次扎进肉里 头一回他有了想死的心思 自己与盖苏文偷情不要紧 可是一旦大唐光明正大的 把一个孕妇送到高丽王城 盖苏文和自己不会有半点的活路 自己死了不要紧 可是肚子里的孩子可能是盖苏文唯一的骨血 无论如何都不能有半点闪失 云烈 你到底要干什么 如果我能办到的 一定如你所愿 你看 我是一个好人 盖苏文是我的敌人 如今又在皇宫污蔑我 他是恨不得我死 可是我对你还是对你肚子里的孩子从来都没有伤害过 你在云家拿的裂分和我妹子是一样的多 这不算侮辱你吧 甚至我都没有限制你的自由 只不过是你自己不愿意出去罢了 敌人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很奇葩了吧 作为贵族 您很有风度 说吧 到底要我做什么 只要能保住孩子 我会去做的 荣华平静了下来 给云烈试了一礼 淡定的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糖砖 在这个世界上 有罪的是我们 或者卑鄙 或者高尚 或者蒙蔽 或者清明 欺骗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 如今我想请你发挥一下你的能力 你能不能亲口告诉盖苏文 你不想回高丽 说你现在活得非常的幸福 让他自己回去好吗 也就是说 你不爱他了 你爱上了别人 而且还有了孩子 这个别人随便是谁 就是不能是我 啊 友情推荐 我家的秤心 他长得如此美丽 这样说 比较有说服力 荣华听了这话 顿时万念俱会 抓着婢女的胳膊 勉强不让自己倒下 虚弱的说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毁了他做男人的资本 现在又要毁掉他做男人的骄傲吗 我说过 其罪归我 我们都是罪人 盖苏文是奸夫 你是淫妇 我他妈的是银媒 都算不上好人 不过这个事件里 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那就是你腹中的孩子 我给你一个保证 当这个孩子五岁的时候 我会放你和孩子回高里 一定平平安安的放你们回去 若有半句虚言 人神共愤 想清楚 这个孩子是盖苏文唯一的骨血 为了孩子 我们为人父母的遭点罪 完全输得过去 你不想盖苏文将来 连个祭奠的人都没有吧 你就不怕 这个孩子将来把你碎尸万段 荣华女的脸已经扭曲成恶鬼的模样 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着 类似誓言的东西 云叶笑了起来 揉着自己的眉头说 你舍不得的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舍不得他前来送命 再说了 一个没有实力的孩子 历见了千辛万苦之后 终于为他从未见过的父亲报了仇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合常理的故事吗 正确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那个孩子想要报仇 结果被势力庞大的仇人杀死 这才是正确而且合理的故事 把你的孩子养大 看着他生儿育女 把血脉延续下去才是正确的 我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 明日我上早朝前 如果没有听到你肯定而准确的回答 我会立刻派人把你星夜送回高丽 送给高建武 相信我 盖苏文的速度一定没有我快 云叶说完 很有礼貌的帮他关上院子的门 双手抱着后脑勺心情愉快的往院护走 有时候做坏人也不错 就不相信万念俱灰的盖苏文 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回去造反 这时候能填补他空虚寂寞的心灵 恐怕只有王位了吧 高丽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内讧 历史上的盖苏文有大把的时间做准备 所以呢才能做到造反而不伤害国家 现在时间被大大提前了 你还能做到那样完美吗 事实证明啊 秤新是一个最好的演员 也是一个贱人 听到云叶给自己安排的任务后 不但没有半点的不安 反而跃跃欲试 准备这一晚上不睡觉 也要琢磨好明日演出的各个环节 这家伙天生啊就该吃这晚饭 不准露出你阴柔的一面 明日啊 必须演得像一个充满阳光气息的肩负 不能被人家看出破绽 如果你被人看穿了 就去掏一个月的猪圈 洁癖程度远远超过云叶的秤心 听到猪圈两个字 就眼着嘴一头冲进了猪林 猪林里顿时就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呕图声 回到了书院 云叶开始写自己的奏章 他需要在所有人开始讨伐自己之前 把事情告诉李二 剩下的事情就要靠李二完美的配合了 不用担心皇帝会不高兴 最近闲得无聊的皇帝 一定会很乐意看到这场大戏 没有人比他更加希望高丽人自相残杀了 在云叶奋笔集书的时候 盖素文正在红炉寺与高山杨子闲谈 他必须承认 现在的高山杨子浑身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一贫一笑之间 那股子让人心神迷醉的风韵充斥着整个房间 刨袖舞动的时候 香风阵阵 这不是脂粉的香味 是从肌肤里散发出来的 高山杨子的改变 让盖素文极度的惊讶 杨子殿下 多日不见 殿下的风韵更胜往昔 真是可喜可贺呀 高山杨子苦涩的摇摇头说 不管我有怎样的变化 在唐国 已经没有人认为我是一个王女了 他们都认为我是跳艳舞的歌技 日出之国的颜面都被我丢尽了 这是为何 陛下来唐国的目的 不就是准备促成潜唐使制度的形成 好从这个国家汲取足够的养分 回谱你的国家吗 为何会落到如此天地呀 高山杨子没有说话 而是从身后的锦盒里拿出一卷画轴 卷轴上画着一位轻衣男子 正坐在暗截后面欣赏天魔舞 嘴角带着嘲讽的笑意 眼睛里却射出残忍的寒光 高山杨子的温柔的抚摸过画面 指着画面上的轻衣男子 对盖苏文说 这个人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每一回都在用最下流 最无耻的方式凌辱我 让我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昨夜 我又梦见他了 他嘴里叼着我的一块肉 在冲我笑 现在想起来 我的胸口游自疼痛难忍 你想看我被咬之后的伤痕吗 盖苏文看了一眼画像 仿佛没有听见高山杨子的话 自顾自的说 那就是说你败在这个人手下了是吗 我丝毫不感到惊讶 这是一个恶魔 带给你恐惧的梦魇是他的专长 我们俩在长安没有和他作对的本钱 如果能联手 还有可能 荣华还在他手里 你能做什么 你在朝堂上的控诉 我都知道了 那又如何 他是战争的胜利者 据我所知 在唐国 胜利者 没有罪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 胜利者都不会有罪 亵渎王权 却有罪 我读过这个国家的史书 亵渎王权者 不会有好下场 荣华是王妃 即使被亵渎 也只能由皇帝来亵渎 云叶还不配 高山杨子 再看了一眼卷轴 缓缓地卷起来 放回盒子里 娇笑着说 我虽然 没有达到 彰显日出之国国威的目的 忍辱负重之下 收获还是有的 意志坚定 不受魅惑的人 总归是少数 这些天和权贵的交流之下 欠唐使 被允许在唐国学习 当然 玉山书院 就在云叶的掌控之下 他还不允许 我们国家的学子进入 你有什么办法吗 云叶在这个国家的地位 很特殊啊 他的身份处在皇家家臣 和勋贵之间 对皇后 太子的影响力很大 你的愿望 不可能达成 如果有一天 他反常的答应了 你的那些 浅唐使的性命 一定堪忧啊 我敢保证 他们一定活不到 把学石带回窝国的那一天 我们只有击派他 杀死他 才能达到我们各自的目的 高丽的十万冤魂 都在急迫的 想把他拽进地狱 只有他死了 你捧着他的头颅安眠 才能把你从梦里解救出来 我抢了你们国家的黄金 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 和高丽国的尊严比起来 十万两黄金无足轻重 事后 我会跟你要一个解释的 目前联手对付云叶 才是我们该做的事 我是一个女人 除了身体 我一无所有 你想要吗 云叶 能无视你的美丽 我也能 把你手下的武士 借我一用就好 如果你身边的宦官 能借给我 那就感激不尽了 你要做什么 杀掉他 这里是长安 一旦败露 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我虽然痛恨云叶 但是还没有到 同归于尽的地步 相信你也没有这种打算 说说你的打算吧 理由不动听 可不行哦 比如白玉京 这个理由就很好 琐事在云叶手里 如果为了这个东西 我所有的属下 都任你调遣 说不定 我自己也会亲自出马 盖苏文抬头 看了一会儿房顶 点点头 他此行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拿到玉牌 原想着 悄悄的完成就好 想不到高山杨子 居然也知道 而且呢 直接挑破话题 把自己逼到了墙角 也好 白玉京的秘密 我们都想知道 单凭我们自己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两家联手成功的把握 比较大 就这么说定了 白玉京不是珍宝 它是一个神秘的所在 我想 多一个人进去 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做好了约定 盖苏文就起身告辞 他对高山杨子 做出的慵懒的姿态 看到没有看一眼 恨得高山杨子 把银牙咬得吱吱作响 天空刚露出一度白的时候 云烟就来到了珠雀门 身后跟着两辆马车 一辆带着铁栅栏的马车 显得沉重无比 另一辆则是必由乡车 拉车的马匹都是纯白色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四百三十六节 这样奇怪的组合 立刻就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李孝公走过来 拿雾板敲敲铁栅来 问云烟 小子 这里边是什么呀 李伯伯 这里是一位射雕手 原来记忆不纯属 射箭射得让人看不下去 小子在战场上 捉到了这家伙以后 就砍了他一只胳膊 换上书院的最新发明 这样射起箭来 才能做到箭无虚发 五弹的强弓 他能连射五十箭 还有余力 真的假的 李孝公兴趣大增 想要掀起车帘子看看 却被云烟止住了 这是晚辈献给陛下的大寿贺礼啊 现在看不妥 一会儿到了宫里再看不迟啊 李孝公点点头 又指着香车问 那里面是高丽王妃 你小子不会把她个收归私房了吧 一个高丽女人晚辈还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但是很可惜 那个高丽女人偏偏喜欢上了我的家仆 那这就没办法了 高丽王妃喜欢上了你家仆人 李孝公咽了一口唾沫 艰难的追问 是啊 一个高丽女人不喜欢上仆人 还能喜欢上谁啊 宁府上的新罗碧 那不就是到了最后都嫁给了仆人了吗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皇室的威仪这个东西很奇怪 勋贵大臣冒犯那就是大罪 但是普通百姓甚至仆人冒犯 却不算是一件事 好像碾到泥地里的明珠 不是明珠 大臣们在乎的 是不是云叶把这个女人收了 如果是仆人收了 那就是高丽人自甘堕落 和皇家威仪扯不到边 云叶就是把高贵的女人和低贱的仆人放在一起 不管是谁都只会感到好笑 而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妥 最能让高贵受到玷污伤害的就是低贱 盖苏文来了 穿着高丽的官服 博袍广袖 头上戴着高帽 手里也抱着一副雾板 气度俨然 好一副明示风范 远远的云叶就大喊 四文兄 多日不见 身体无恙或 云猴 高丽一别 想不到已是半年 袁盖苏文对云猴的恩赐 一日都不敢忘怀 处理完琐事 袁盖苏文快马加鞭 昼夜奔驰 就是为了早日见到云猴 以偿所愿 既然如此兄弟 那我就必须说说苏文兄了 当日为何不告而别呀 海上春潮阴冷 害得小弟为苏文兄担心了好久啊 到了长安 你也不到设下一句 那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是男人的 把荣华还给我 我们痛痛快快的一决生死 不是我不还给你 荣华已经和别人成亲了 现在肚子都大了 再有半年也该生了 就是给的你 你也不能要啊 你如此灵魄一个女子 我要杀了你 盖苏文面色铁青 食指如钩 纵身就要扑上去 将云叶合伙掐死 只是两人中间出现了一位宦官 没见怎么动他 盖苏文一下子就被甩了出去 扶在地上喘着出气 瞪着云叶 住雀门前 不得喧哗 作为使节 连这点礼仪都不懂吗 段红阴着脸 训斥盖苏文 云红 不知你献给陛下的礼物 在哪里啊 叫给奴婢就好 会变脸的段红 又笑着跟云叶说 驾着马车的刘进宝 黑黑一笑 打开了马车门 一拽手里的铁链 一个身材高大的铁甲人 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全身都被黑色的铁甲覆盖 脸上挂着一副 猙獰的鬼脸面具 左手已经变成了一张巨公 关节处布满了铁丝 就连额头上都有着一根 闪着寒光的铁丝 背上有一个特制的箭筒 黑色的围语密密麻麻 每走一步就哗哗作响 大地似乎都在抖动 所有人都倒歇了一口凉气 如果不是这家伙的右臂 被体链子绑着 脚腕子上也有枷锁 众人只想远远离开 这根本就是一头凶兽啊 黑师兄 趴在地上的盖苏文 背呼一声 跳起来要冲到前面去 却被其他的宫门侍卫死死拦住 嘴里被塞了核桃的黑尺肠 说不出话来 只能剧烈的晃动身体 想要挣脱铁链 可是刘进宝把铁链子绑得很紧 不管他如何晃动都奈何不得 激愤之下 只能透过面具的孔洞里 发出乌乌的声音 面具的孔洞 经过公书墨改造之后 像个喇叭一样 有放大声音的功效 呜呜的哀鸣 立马变成了野兽般的咆哮 云航 这就是您送给陛下的礼物 很好啊 很好 就是看起来不怎么温顺呢 这家伙杀我大唐将士无数 就连我也差点丧命在他的铁剑之下 如果不是家将舍命相救 您在想见我 只能到坟堆上上香了 汉将嘛 当然不怎么温顺 我怎么弄都不能让这家伙屈服 所以啊 能不能为陛下所用就看您的了 段宏欢喜的搓着手绕着黑齿长 走了好几圈 他最喜欢这种暴烈的汉子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经受住他 那些不断翻新的心情绪 黑齿长哀求的目光让盖苏文肝肠寸断的 两个人是过命的焦情 如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黑齿长像狗一样被怪笑着的段宏 前进皇宫 盖苏文双臂一用力 甩飞了阻拦他的侍卫 才要去抓宫门前的黑齿长 两个随着段宏出来的宦官 轻易的就扭住了他的胳膊 随手一甩 就远远的抛了出去 砸在地上 尘土飞扬 一只女人的手伸了过来 艰难的把盖苏文搀扶坐起来 他的两条胳膊都已经脱臼了 两个恐怖的宦官在电光火石之间就卸开了他的关节 看着荣华美丽的面容 盖苏文恍如隔世 很想去抚摸一下荣华的面容 两只胳膊软软的毫不受力 荣华女掏出手帕 仔细的替他擦拭脸上的灰尘 又把已经歪到一边的帽子给他戴好 松开袋子 在他的下额部位打了一个漂亮的绳结 艰难的俯下身子替他胆去了灰尘 见盖苏文在盯着他的肚子 很大方的把他的手捉住 放在腹部轻轻的说 这是我的孩子 盖苏文才要张嘴发问 就见一个漂亮的不像话的男人走了过来 温柔的搀扶住荣华女 怜惜的帮着荣华女用手帕 把手上的灰尘擦掉 笑着说 你总是这么善良 见不得别人受苦 以后要小心 这些人总是打来打去的 万一伤到了孩儿就不好了 激怒如狂的盖苏文贺问 你是谁 称心怜悯的看着盖苏文说 我是荣华的丈夫 叫称心 你一定就是冤盖苏文吧 常听荣华说起你 当初你为什么不带着荣华一起走呢 我知道荣华的心思 他宁可和你一起淹死在大海里 也不愿独自一人被丢下 你既然错过了 就忘记好吗 他难得可以过一段平静的日子 不要因为你的出现 就破坏了他来之不易的幸福好不好 盖苏文贺这句话 噎得无言以对 再看看 猪泪横流的荣华女 心如刀脚 的确啊 荣华女不像是遭受虐待的样子 小手依然温润 浑身上下都看不到一丝一毫的 吃过苦头的模样 盖苏文自己都不得不承认 这个叫称心的男人 确实是个美男子 自己向来引以为傲的气质 在他面前不值一提 想到船上 荣华赤裸裸的替自己 割绳子的情况 不由的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 问荣华女 告诉我 荣华 你爱上了别人 不再爱我了 我需要你亲口说出来 不要怕 这里是皇宫 云映 不敢把你怎么样 只要你说出来 我就立刻向大唐皇帝 请求带你回家 荣华女很想大笑 皇帝不会听她的 皇帝只会把自己送给高建武 看到苏文狼狈的样子 他很想扑进他的怀抱 不管不顾的私咬 只有这样 才能缓解自己的相思意 肚子里的孩子 仿佛感受到了他的想法 在肚皮上踢了一脚 这一脚 立刻就把他给踢行了 云野说的没错 现在自己一家三口之间 只有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强忍着撕心裂肺的痛楚 擦干眼泪 对盖苏文说 我现在过得很幸福 不想再去过那种 颠沛流离的苦日子的 说完这句话 强忍着再去看盖苏文一眼的冲动 在乘心的帮助下 又回到了马车里去了 乘心遮掩好马车帘子 又走了回来 把一根簪子 放在盖苏文的膝盖上说 我无法理解你们的感情 可是我很爱荣华 这颗簪子 你送给别人吧 有时候相爱的人 不一定能够生活在一起 请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荣华 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事 我都不会抛下他不管的 哎 长安对你来说 太危险 早些离开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荣华确实找了一个很好的男人 温文有理 这不是荣华一直喜欢的那种人吗 而且这种人也确实 有让人喜欢的资本 面对自己这个情敌 都没有流露出恶意 算得上是一个君子 难道说就是因为自己逃了 抛弃了荣华 才让他由爱生恨吗 最后投入了这个男人的怀抱吗 想到了这里 盖苏文把胳膊支在地上 嘎巴嘎巴两声 自己揭好了骨头 虽然强行接骨呢 让他腾出了一身冷汗 心里却舒爽无比 把吊在地上的簪子捡起来 揣进怀里 胆去了腿上的灰尘 从正使那里要回来雾板 站在队伍中间 一言不发的 等候早朝的降临 秤心对着盖苏文 攻身失礼 然后就跨坐在马上 调转了马头 香车在日光中 驶离了朱雀门 向外城驶去 所有人都在静默 刚才的一幕 让人不会感觉到舒适 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女人都是善变的 这是所有人心中的答案 事情解决了 但是早朝还是要上的 李静凑到云叶跟前 伸出了大拇指说 小子 这回老夫都不得不说一个福祖 好手段 估计今天高丽使节 不会再说什么 亵渎王权的话了 一个高丽王妃 自愿喜欢上了大唐百姓 这谁也没有话说 原来那个富士和高丽王妃 有一腿啊 那个漂亮的男人 从哪找的 我看着这不像是女子 那是我家的调香师 静怡高明 没想到演戏也是一流 以前倒是小看看了 你刚才说的都是假的 那个高丽女人说谎 那个漂亮男子 也不是她的丈夫 都是做戏给那个富士看的 李静猛的停下来 让他身后的程咬筋 一头处在他背上 不满的说 那个漂亮的男人啊 其实就是一只烟鸡 一定是这小子 拿住了那个女人的痛脚 让他不敢胡说 是不是 小子 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坏蛋了 程伯伯你小点声 被那个高丽人听见 我就白干了 老程一巴掌抽在他的后脑勺上 又说 离得远着呢 他还听不见 老夫担心那个高丽女人肚子里的孩子 是不是你小子经手的 这关我什么事啊 那个孩子是高丽富士的孩子 那个女人是为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才故意这么说的 孩子和我没关系 你这么说 老夫就信了 你的节操 老夫还是肯定的 就是现在的孩子 这用起技类 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多啊 再过两年 还有我们这些老家伙 混得余地了吗 老程 你才发现呢 那是这些小子没针对你 老夫早就领教了 现在的孩子 唯一个是省油的灯 从太子到你家楚墨 每个都是狠角色呀 你看看今天宫门口这一出 好多人心中 一定都有气气烟 对付人 不从肉体上下手 专门诛心呢 那个高丽富士 迟早会被这小子逼疯 听说他家里很有势力 丧心病狂之下 造反都有可能 说不定 这就是这小子的目的 李静这些话 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云烨除了生起大拇指 实在是没有话说 小子 这就把人逼造反了 简单了点吧 一大家子人 这小子说了不算吧 长晓军瞪大了眼睛 瞟了云烨一眼 吃惊的问 您太小看盖苏文了 这家伙几乎就是高丽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 一个人能使四把刀 现在在高丽负责修建防备和大唐的长城 在辽东 这家伙有很大的话语权 听说他家里能管得住他的长辈 全都死光了 家主就是他 你看看这次初始就知道 他虽然是副始 我保证使节团里 他才是说话算术的那个人 正是是一个谎子 一个替嘴羊 程鸟金才要接着说话 就看到房轩灵正在往过看 不好明着让他难看 只好啊 闭上嘴巴 随着人群进了万民殿 万民殿的大厅比起太极殿 那大的可不是一点啊 皇帝坐在上面 对下面的臣子一览无余 那好在有好多的同住 还能遮掩一点 如今的万民殿 再也不会出现上朝的时候 有人蹲在外面的窘况 每人一个坐垫 云叶朝后面看看 发现盖苏文 他的座位离自己很远 都已经靠近大店门口了 他旁边的就是穿着 绣花图案衣服的高山杨子 盖苏文的脸上 一点表情都没有 高山杨子眉眼如波 正在和一群青年官员说话呢 不知道那个满脸迷醉的 绿袍傻蛋 又被人家套走了什么秘密呢 自己周边全是老人 最年轻的就是 35岁的薛万彻 如今这家伙和云叶一样 也是漫不经心的到处乱瞅 见云叶看他 就慢慢的往过挪 还把一个老头子 连人带垫子 扯到自己的位置上 直到和云叶并排之后 才咧着大嘴笑笑 兄弟 今天听说你会倒霉 哥哥我就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 人憨厚啊 这说话也说的朴实 云叶拍摆他的大腿 笑着说没事 已经解决了 你最近怎么不在御山了 长安城热的像火炉 留在城里招罪啊 怎么想的 这公主有了身孕 她说龙首元 这风水好啊 哪怕热死了 也要留在长安 御山虽然舒服 但是为了孩子 大人多糟点罪也无妨啊 原来还有这说法呀 怪不得 下了潮 我让管家给家里啊 送几车兵过去 皇家人的身子骨啊 都怕热 可不敢给公主吃兵啊 你把兵装在缸里 找个丫鬟呢 往屋子里扇凉风 这法子呢 就能让屋子里啊 凉会下来 怀孕的妇人呢 最不能耐热 能舒坦一会儿 就舒坦一会儿吧 嘿嘿 那多谢兄弟了 公主每天都喊着热 弄得哥哥 我这心里乱糟糟的 这下子 算是有了法子了 你说的是啊 这大热天的 能睡个好觉 那就算是老天开根了 宫殿里一片祥和 高丽使节 再也没有什么王妃 什么社雕手 只是一昧的说 云夜的悍然入侵 给高丽造成了多么大的痛苦 造成了多么坏的影响 如今高丽民愤如山 都在摩圈擦掌的准备一雪锅齿 只有云夜的人头 才能让高丽朝野的怒火平息 两人交谈的正愉快时 被一段铿锵有力的声音吸引了过去 万民殿拱形的屋顶 有酷音的效果 竟然把这段话 渲染的具有了金石之音 自我皇预计以来 国泰明安 风调雨顺 无不归于陛下 实行人证 得被四海 虽有今日天下之安宁 陈蒙陛下简拔 起于微末 窃居于言官之职 每夜思之 无不感激替临 随取大志 揭发奸邪 不遗余力 即使粉森碎骨 也要尽到陈职 今有坚硬在朝 在内则贪毒无数 在外则疑惑无凶 朝中奄奄诸公 为何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蓝天侯云侯 你身负国恩 为何四亿妄为 荼毒四海 在南兆 因你一人 山野之民死伤无数 在岭南 山神敲鼓 多少世子 无辜丧命 如今在高丽 十万平民死于 祝荣之口 你这等试杀之徒 何德何能窃局高位 有脸面混迹于 熏贵航链 一番话说完 游自怒火不平 大喝一声 云业何在 出来与老夫对质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 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437节 云叶惊讶的口水 都要流出来了 指着场中的人 问薛万车 老薛 你知道这个家伙是谁吗 我怎么没见过呀 他干嘛这么大火气呀 好像是从瓜州 调上来的地方官 这才当阎官 就想显示一下威风 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大殿上咆哮 以为他是谁呀 骂你也就算了 怎么连大殿上 所有人都骂遍了 你看看 房玄灵的脸上 都能拧出水来 李静的脸上 也像黑石探 嘿 不用理他 下回上朝啊 就再也看不见他了 一个想升官 想的疯了的傻子 李二的脸色也很精彩 如果骂词精彩呢 李二说不定会有兴趣 看看马戏 可是这样一个 类似于二百五的家伙 他已经没有理睬的兴趣了 魏征想把他拽回座位 却被他一把推开 瞪了眼睛 四处寻找云叶在哪 高丽正史很会找机会 听到有人为自己的国家鸣不平 赶紧出来放声大哭 磕头感谢这个言官的仗义之言 一边向皇帝哭诉 云叶在高丽的暴行 高山杨子也出来向皇帝控诉 云叶抢劫他的前后始末 大殿上众人的表情精彩极了 萧宇羞愧的几乎要掩面奔逃 这个人是他推荐给皇帝的 在瓜州之时呢 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儒者 个性耿直 常与地方官上起冲突 人虽然迂腐啊 却不失为一个好人 这次不知道是受了谁的蛊惑 在大殿上义愤填膺的跳出来 大肆指责 李二指着关廷龙说 这些事儿朕都知道 不劳关亲提醒 退下吧 本来这事儿啊 皇帝在给他留颜面 但是关廷龙并不领情 而是跪了下来 捧着雾板 继续说道 陛下既然知晓 为何还要让这等屠夫 立于朝堂之上 听说他今年只有二十一岁 太年轻了呀 微臣二十一岁的时候 还是一个什么事都不通晓的 愣头青呢 少年人掌大权 难免飞扬跋扈 这些大错 一半在探 一半在陛下矣 土豆之功 为臣亲眼所见 有捕于万民之功 玉米之力 臣也是亲眼所见 却为天下祥瑞 算学出街 臣研读再三 读到精妙之处 拍案教诀 这样一个天下奇才 却生生的毁在权力上了 臣 美美思极 无不惋惜不已 权力欲的膨胀 最后导致了这样害人听闻的惨事 陛下今后 再启用少年臣子当三思 关廷龙说完话 自己摘下了关帽 放在地板上 又说 臣是陛下的臣子 知道说这话 不合时宜 但是天子有错 做臣子的 必须指出来 这才是报答陛下 红恩的最好方式 如今臣的话 已经说完了 不管结果如何 总归是说出了心里话 也算是不枉惊失一行 给皇帝三拜九寇之后 只起身子 就要往外走 真正的奇人奇行 立马就让大殿上的人 彻底惊呆了 有谁一辈子做官 就是为了给皇帝 简言一次 然后立马放弃官不做的 官夫子且慢 小子有话说 见到这个奇怪的事情 云叶很想知道 官老头是从哪里 知道这些事的 尤其是山神打鼓 和南兆之事 这两件事 几乎知道的人很少 绝对不是官廷龙 这样六品官能够知道的 官老头停了下来 看着云叶说 你就该是云叶吧 果然长得一表人才 留着爵位 传给子孙 把官位都辞了吧 好好做学问 怎么样 也比杀人强啊 官夫子说的是 云叶自认为 做学问最适合我 也总是想着 躲在玉山 教授学生 一辈子都不出山 只可惜 我到底是陛下的臣子 世俗的忙碌 还是逃不掉啊 云叶之所以出雷 是有几件事 想问一下官夫子 以官夫子的品性 想来不至于欺我 官亭龙点点头说道 也好 你先回答老夫的几个疑问可好啊 也不得欺瞒 云叶笑着拱手答应 请官夫子发问 我来问你 南兆惨世 共有六千死亡 其中还不包括山林野人 可是如此啊 当时我被窦雁山 胁迫到了岭南 为了脱身 用金矿 使了请军入瓮之计 确实死了很多人 但是对于六千 这个数字 不认同 好像还要多些 当时去南兆 彩金的亡命之徒 就不下五千之多 估计死的人 会有八千人 这还不算后来 自己去南兆找死的人 嗯 为了自保 而诛出国贼 死伤的惨重一些 这一条也说得过去 就这件事 老夫给你赔罪 云叶怎么也没想到 老头子居然真的 跪下来扣了一个头 还没反应过来 老头子又站了起来 继续问 山神打鼓 这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事件 当事人都不愿意多说 包括冯昂 自己也是托词不得 作为施主 你应该清楚的 老夫问你 为何假借山神之名 行不法之事啊 当时晚辈 孤身一人穿越了整个林芒 当时处在一种 极度暴虐的情绪之中 整日里 与野兽为伍 当时只知道 弱肉强食 这一森林法则 兽阳公主 母子被人欺辱 云叶的心里 只有无穷的杀意 所以利用野兽的容易惊恐的特性 将那些欺辱兽阳母子的所谓柿子 诱如兽道 结果 您是知道的 他们全死了 那里是鸡弥州 我大唐的律法 不是用那里 现在不同了 那里已是大唐的领土 自然不会再有山神打鼓的事件发生了 云叶说得很诚实 除了火药的事没说 其他的事说了个底调 李二放下心来 饶有兴趣的 听一老一少之间的问话 朝堂上的官员也很有兴趣 只有盖苏文 目光阴冷 高山阳子 面有恐惧之色 老夫知道了 你当时处在一个 石杖的关口 多日孤身一人与野兽为伍 难免沾染了兽气 幸好你渡过来了 否则就会灵智尽尸 化为野兽 能渡过石杖 真是可喜可贺 这件事也就罢了 你在荒岛上以尸体力威 想来也是兽气未尽吧 这件事也就作罢 老夫 云叶拦住又要下拜的观听龙说 恐怕是云叶要给您下拜了 那些大石人的确是被我下令杀死的 而且也是我下令将他们的尸体 钉在木桩子上的 摆了满满一倒 其中的意思就是为了立威 大唐领海 国土不容他人染指 下令的时候 云叶非常的清醒 与受气无关 说完话 云叶就要给老头子磕头 人家表现的如此光棍 自己没必要微微缩缩的 对错这回事啊 不重要 不能欺负老实人呢 关廷龙拉住了云叶说 这事情对一半 错一半 我们谁也用不着道歉 你是将军 知道该如何立威 老夫就不多言了 可是高丽的助容之火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 你如何解释 看着老头子指着 还趴在地上哭泣的高丽正史 过去站在他的头衔 转身对关老头说 这个还真不好说 我当时领的命令 是取回前朝阵亡将士的遗骸 毁掉金关 您也知道 我的麾下全是水军 想要到达金关所在的大王城 就必须从潦水术流而上 可是在潦水河口不远的地方 有两个很讨厌的地方 一个是背沙城 一个是三山谱 我一旦不理睬他们进入了潦水 一旦被他们封锁河口 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背沙城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当年来沪尔攻破此城 遗失三万巨 我是只有一万余人填不起 只好用火攻 最后他们就被烧成了白地 我是军人 命令是拿回尸骸 所以不管前面有什么 我都必须自己克服 最后完成使命 后面的大王城也是一样 不管烧死了多少高丽人 哪怕是把所有高丽人烧死 我也必须这么做 我不想自己的部下死的太多 那只好让高丽人死了 您只知道高丽人死的多 却不知我的部下也伤亡了足足三成 为了这些尸骸 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糖砖 之所以跟你说这些 不是因为我心虚 我只是想让诸公都明白 战争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这中间不敢有半点的闪失 战争容不得慈悲心 将来诸公如果决定了 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那么就请多可怜可怜 我们自己的儿郎 云叶说完了 如果官夫子认为云叶错了 我向你磕头认错 狼烟起 自然万民惊慌 着凸狼奔之下 死伤难免 十八年才能让一个嗷嗷幼子长成人 祝容之下 万事皆休 陛下要取回前朝将士的遗骸 没有错 我朝继承了潜随基业 自然要为那些战死的将士讨回公道 朝中诸公没有错 经官是扎在我们心头的一根毒刺 不拔不行 商量着要回来 难以彰显我朝赫赫武功 一切都是从国家基业考虑 也说不上错 云侯希望完成使命 让自己麾下的儿郎少些伤亡 行此毒计也是无奈之举 老夫看了地形图 辽东之战的确凶险 稍有不慎 就是全决覆没的下场 所以老夫没有理由指责 也没有能力指责 去除这些看似合理的理由 到底有没有人 哀怜过大火中死亡的那些人呢 老夫至今三十年 纵观史书 细数之下没有半点冰灾的年份 竟然不足五十年 我大唐自立国开始 没有一年不是在作战呢 西州的历史起于木野之战 终于烽火系诸侯 自平忙东迁以来 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纷纷登场 再到秦皇一桶中原 都只不过是你方唱罢 我登场的戏而已 可曾有一日之安宁啊 白起坑三十万 项羽坑十万 黄金被全天下几乎杀尽 陛下洛阳城下一战灭了十万 再加上云侯将十万生灵赋予祝荣 老夫百思不得其解呀 这天下很大呀 土地足够 我们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为何要起刀兵 关中人多了 我们去河南就好 河南人多了 我们就去河北 长安以北都满了 我们去更远的地方 南面现在还是一片荒泽 去那里也不错呀 祖先都能与虎豹作战 开创出这么一片土地 难道我们就不能吗 心安理得的享受仙人的渔萌 好吃懒做等死 我们不打算给子孙们留下点东西吗 老夫虽然在瓜州围观 但是却在大则走访了十年之久 当老家伙从怀里掏出一张 画在布锦上的巨大地图的时候 李二的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房玄灵 萧宇 杜如悔 魏征四人走了过去 都对着关廷龙深深的鞠了一躬 而后才接过 老关手里的布锦 一人扯着一脚 在大殿上展开 只见上面密密麻麻的标注着 无数的山林 陆地 河流 村庄 城镇 甚至还有些溪流都有标注 云叶看了一眼 老家伙把整个洞庭湖 博洋湖 全部标识了出来 看样子 他说在那个地方勘察了十年有余 不是胡说八道 关廷龙掳着胡须得意的对云叶说 云侯以为这样的好地方 想要全部开发出来 需要多长时间 依老夫来看 有百年光阴就能开发出三成 看不惯老家伙的显卖模样 一百年才开发出三成 这哪里会有诱惑力 如果钱财充足 人力充足 五十年开发出一半 没有太大的难题 只要建立了样板地区 长安的熏贵们就会蜂拥而至 甚至呢 只需要十年时间 就能在洞庭湖边上建立两三座繁华的城市 一百年太久 我们只争朝夕 当云叶信口满满的话语出口 就感觉到有些不妥 房玄灵杜如悔 萧宇 魏征四个人都奇怪的看着他 云叶好像也觉得哪里不对劲呢 关亭龙很不客气的把自己放在地上的官帽又捡起来戴上 冲着云叶公公手说 真是少年英杰呀 纵观我朝上下上马可统军下马可安民的少年英杰 云侯当属第一 老朽佩服 佩服 云侯 你认为在老夫临死之前 能不能在这几个地方建起几座城池啊 老夫发现啊 这里地势平坦 又是毗林长江 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云叶的耳朵里嗡嗡的响个不停 老家伙的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看着李二似笑非笑的表情 云叶分明看到了眼前又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棚 看不见底的大坑 那个看似木呢 老实的老头子才是一个真正的黑后之徒 什么杀了高丽人十万 什么弄死了南兆土人 什么狗屁的扇神打鼓啊 这个老王八 他这根本就不在乎 高丽人死光了 他都不会眨一下眼睛 这个老家伙唯一的目的 就是把云叶这个大财作 弄进自己开发南方的大坑里 他踏遍了两湖平原 深深的知道 搞开发呀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他自己没钱 没人 没势力 就是想做 也是空想了 于是他就在朝堂上找最好的肥猪 没人会考虑王子 也不会找那些老牌的家族 万一这地方开发好了 他们也造反了 那就失去了开发的本意了 符合 有钱 有权 有人 有关系 还不能根深蒂固的 这个人呢 几乎没有 当他看到云叶的算学出金的时候 忽然发现 这个人很合适啊 简直太合适了 很有钱 而且会挣钱 和皇家呢 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 这小子和太子是挚友 这就完全保证了开发两湖平原政策的延续性 而且年轻 非常的年轻 多好的肥猪啊 找老友 肖宇把自己弄进朝堂 这些天呢 没有见过云叶上朝 现在好不容易见到了 岂有放过之力啊 年轻人都浮躁 只要鸡一鸡 哎 就会自己挑出来 当他出言 相机 云叶的时候 发现这小子 居然没出来 脱关帽的时候 确实是心如死灰 没有云叶参与 这两湖开发 那就是水中月 镜中花呀 换了其他人 后果难料 说不定会让这个国家陷入动荡 与其这样 还不如 什么都不说 等待新的时机 快走出殿门的时候 云叶居然自己走出来了 可能啊 看老头子可怜 一五一十的 给他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这个时候 满怀激动的关亭龙 知道自己已经成功八成了 云叶感觉自己的脑袋上 一定长出了一副驴耳朵 慢慢的坐回自己的座位 问一脸迷茫的薛万任 自己的脑袋上 是不是有一副驴耳朵呀 薛万任一无所知的摇摇头 云叶一头撞在柱子上 同柱子居然响了起来 大殿之上 已经明白过来的大佬 顿时大笑起来 就属李二笑的开心 有一个没有笑 依然迷茫的 大声哭泣 这比大笑更像是在 嘲讽云叶 顶着红红的脑门子 云叶怒不可遏的走过去 重重的一脚 就踢在高丽正史的屁股上 盖苏文才要起身 肩膀上就好像压着两座山 动弹不得 两个面带笑容的宦官 手牢牢的按在他的肩膀上 看到他们冰霜一样的眼神 盖苏文长叹一声 不动他来 这就是大唐 当自己的国家费尽心力的 想如何抵御可能的入侵 把全部财产 物力用在城池的修建上 兵甲的打造上 而自己的对手 却在努力的开辟 新的赴税之地 他看不到高丽能追赶上 大唐的一点希望 高建武啊 这个昏庸无能的人 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寄贤度能到了这种地步啊 再看看云叶 他不愿意立功 都会被其他大臣 像是在骗小孩子一样 又骗着去干那些 不愿意干的事情 而自己想要修建一条 坚固的城墙 都会被所有人制走 有志难失 我的智慧本事比云叶差吗 凭什么我冤给苏文 要被一个蠢货左右 凭什么 高建武 谋可取而代之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 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四百三十八节 被踢了一脚的高丽正史 一下子就停止了哭泣 愤怒的指着满脸怒火的云叶 想要大骂 却看见他又抬起了脚 连忙缩了回来 这一动作惹到朝堂上 又掀起了一股欢笑的浪潮 云叶 不得对史杰无礼 滚回自己的座位上 刚才无辜殴打史杰 说 罚奉一年 还不退下 李二心情高兴 史杰的面子 还是要给一下的 随便罚云叶点铜钱 也就是了 他自己都不记得 自己到底 有没有给云叶发过俸禄 好像一直都在扣罚中 狮子多了不咬 再罚一年 也不是什么大事 自己不在乎 估计云叶也不会在乎 朝堂上没有说什么时候 开发两湖冰原 李二把关廷龙 还有房玄陵 杜如悔 长孙无忌 萧宇等一干老臣 留了下来 其他人呢 散朝回家 云家的气压很低 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 往后院看 侯爷指着老天爷 骂了一个叫 关廷龙的老家伙 已经足足骂了半个时辰了 刚才又练了一会儿枪法 听说把一个花在纸上的大王八扎得稀烂 刚才又要射箭 不小心拿了三弹弓 没拉开 如今追着刘进宝 欧塔 才被老奶奶给喝住 给了一堆旧瓷器 让侯爷砸着消息 当篮子里的瓷器都砸碎之后啊 云叶自己也累的趴在桌子上 呼呼的喘气 星月小心的给丈夫倒了一杯水 让他润润嗓子 刚才陪着丈夫 不分青红皂白的 骂了那个叫关廷龙的半天 这嗓子有点牙 夫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老不死的害了你 李安兰很有眼色的 给云叶活动肩膀 平日里啊 不喜欢动腾的人 如今发了半天疯 胳膊说不定都拉伤了 现在不活动开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就遭罪了 今日为夫一时不察 中了那个老家伙的肩计 掉了一个好大的坑里面 这个坑 说不定要用十几年 甚至一辈子的时间来填啊 大计划自然要考虑周全 开发两壶的事情 就在水池中间投了一颗石子 涟漪散尽也就无人问津了 但是云叶知道 万民宫的侧殿里 那幅详细的地图 一直挂在墙壁上 从来就没有被拿下来过 而来往于越州的唐报 几乎是每天都有 如果时间合适 准备的妥当 自己想不去越州都难呢 因为关廷龙 已经做了越州的别家 而越州就没有刺失 一场大雨之后 天气变凉了 身在草原上的云丫头的咳嗽声 云叶在长安 好像都能听见 云家的大管事 已经拖得一大车的药材 星叶向草原奔驰 如果丫头的病没有缓解的话 就会直接带回长安 青霉素也被带去了 就是担心轻微的咳嗽变成肺炎 云叶披着长衫在花园里散步 从入秋以来 没有一件事情是能让他感到高兴的 何少欢欢喜喜的 在长安开了一家慈安堂的药铺 开了没几天 就被一群顽裤给砸得稀巴拉 那群人连何少都没放过 就在药铺边上吊起来拿鞭子抽 何少有始至终 脸上都带着笑意 鞭子抽在身上 也不过哀好了两嗓子 这些人他得罪不起 都是薰贵家的少爷 何少看到了柴令武也在其中 虽然没动手 却也没有阻拦别人 何家的人 把散落的药材一点点分出来 修缠了门面 过了三天之后 依然开门营业 还不停的给上门的客人道歉 价格低 药材好 自然是顾客迎门 一间店铺里的五个捡药的伙计 都忙不过来了 抓药的人排了老长的队伍 顽裤们又来了 何少正陪着一个小姑娘找药材 小姑娘戴着追帽 没人注意 何少虽然没那么胖了 但是身材依旧睽違 见到顽裤们要动粗 死命的护住小姑娘 自己又挨了无数脚 有眼尖的顽裤 见到小姑娘面纱底下 俊绣的面旁 就有些银瓷烂调 说了出来 小姑娘勤着眼泪不作声 何少哀求顽裤们 要破随便砸 自己随便揍 但是不要惊扰了客人 没人理睬 依然如故 好些个还对小姑娘动手动脚 幸好是在长安 如果这荒村野地 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情 柴令武总觉得 这小姑娘的背影很熟悉 上前掀开了小姑娘的面纱之后 脸色顿时苍白的 像涂了白粉 愤怒的不是何少 而是李二 朱雀门前跪了一长六的人 人群前面摆着一大排担架 包括柴令武 每个人的裤腿都被拉了上去 谁都能看到 他们的两条腿已经折了 宫里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他们只能跪在外面等候 被瓢泼的大雨淋了快半个时辰了 长孙出来了 只把身份最尊贵的柴少请了进去 长孙说明情况之后 柴少就恨不得立刻把柴令武撕成碎片的 李二嗓子有些不适 天气炎热 积了火毒 宫里的药材吃了无数 不见效果 孙四苗说 这是小问题 只要吃点拜火的药材就好了 最好呢 有上好的牛黄 宫里的牛黄有些沉 蓝玲想起 何少家的药铺里应该有新鲜的牛黄 就自高奋勇的去药铺了 谁知道 拿到牛黄要走的时候 被顽固们调戏了 本来啊 就嗓子疼 难以忍受的李二 就勃然大怒 当场下令 要每家的家主 把顽固的腿打折之后送过来 长安城里什么时候 不许低价卖药了 在李二看来 只要药材没问题 这样的药铺 应该多几家才是啊 幸好买药的是蓝玲 如果是百姓家的女子 还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呢 这样下去 长安城里好人家的女子 还敢上街吗 顽固们还是受到了惩罚 不等腿上的伤口长好 就全部被送到辽东军营 虚编三年访可回家 期间不会受到任何的特殊照顾 柴令五没有动手 减罪一等 闭门思过一年 与皇家的婚事取消 再有劣迹 两罪并罚 这事件之后呢 慈安堂就再也没有人敢捣乱了 只不过东家变成了两家 两家抢着赔钱 倒也是其乐融融 就连长孙都时不时的赏赐慈安堂药铺 一些宫里多余出来的药材 蓝玲第一次的危机公关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荣幸的成为慈安堂的第二大股东 开始了自己赔钱之旅 何少的事情是小事 不过呢 就是其他药铺对于他评价卖药 有些意见 重金请了一些丸裤去破坏 让慈安堂开不下去 只要解决了丸裤 那些买药材的商家呢 自然会有丸裤的家长去找麻烦 还轮不到云叶操心 但是书院里总是抬出人骨头架子 这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先生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具人骨了 迷邻里现在不太平 总有人在半夜里进入 这一次居然是白天 奇怪的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人是怎么死的 云叶看着被蚂蚁啃得干干净净的骨头 问火柱 先生 都是被毒死的 您看 这骨头还是黑的 是被蜈蚣遮了之后 毒入骨髓才有的症状 蜈蚣的毒是火毒 最是迅猛 恐怕是那些红色蜈蚣咬的 蚂蚁吃肉 不会连衣服也吃掉吧 再说了 这些剑骨头进了迷邻会不带武器 难道说 他们光着身子进入迷邻吗 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书院的学生胡闹 不小心闯进去的 查过了 书院的学生没人进入到这里 自从上回 您当着全体学生的面 把一只羊赶进迷邻 一个时辰后 再拖出来变成骨架之后 就没有一个学生靠近过这里了 让来都不来 那就把案子交给蓝田县令处置吧 骨头架子嘛 刷上铜油 干燥处理过后 用铁线穿起来 送孙先生的药炉当标本用 可惜了 怎么全是男的呀 如果再有一副女人的骨架 那就再好不过了 孙先生和我说了好几回了 我又不能帮他去偷尸体 现在送的三副骨架 也是聊胜于无啊 先搪塞搪塞他吧 好好的 非要人的尸体干什么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糖砖 先生 孙先生的医术越发的惊深了 以前只是看人的表 现在开始研究里面了 可惜了 这里的人都被蚂蚁给吃了 学生以为还会有人进来 您看是不是把蚂蚁收起来 都放下骨架 这样孙先生不就有尸体了吗 如果需要女尸 你看是不是放出话去 就说 迷林里只有女人才能进去 男人进去必死 这样一来 一定会有女贼骨头进来的 您看如何呀 云叶看了火炙半天才说 书院里的人 现在都变成你这副德行了吗 动动脑子 不要没事 总是钻在实验室里 多接触一些外面的事件 你今年都18岁了 到了娶亲的时候 你妹子也到了出嫁的时候 这样下去 谁敢嫁你呀 又有谁敢娶你妹子呀 先生多虑了 我妹子和宝林的感情很好 宝林这些年没有求亲 就是在等我妹子的 他嫁给宝林很合适 我问过玉石伯伯了 伯伯说明年开春 宝林去卓州上任之前 就会给他们成亲 至于我 再过几年再说吧 您说我刚才的想法合不合适 合适的话 学生就去安排人放风声 没发现衣服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不是一个人 你这样放风 的确会有女的来 但是剩下的人 为了不暴露 就会把尸体带走 这些人武功高强 你看这具尸体上 壁骨上有很多的伤痕 这说明这家伙 是久于阵阵的家伙 一般人对付不了 晚上把铺一撤掉吧 免得受伤 我已经大概知道 是什么人了 云叶小心的穿过迷林 来到放了好多 铁柜子的亭子里 看到铁柜上 有很多的翘痕 也就只是翘痕而已 柜子的材料 比好多冰刃的钢材还要好 想要弄开这不可能 如果有把焊枪 那当然容易 云叶不认为 这个时代会有 这种东西出现 自己想用石灰窑 造出电石 都没有成功 其他人根本就对这些 重达500公斤的铁柜子 没有一点办法 书院的高级先生们 每个人都有一个铁柜子 用来放置自己的东西 李泰也有 云叶打开自己的柜子 看到里边 放着三面玉牌 从怀里又掏出一枚 放了进去 把里边的那枚 假的玉牌取了出来 他想看看自己的猜测 到底对不对 能干出拿走衣服 这种蠢事的除了高丽人 和窝国人 还能有谁呀 这些人难道 就不知道来做贼之前 先给自己换套衣服吗 非要费时费力的 等人被蚂蚁吃干净以后 再取走衣服 在云叶发感慨的时候 盖苏文看着三套衣服 也在感慨 这个世界上 想找几位得力的部下 怎么就这么难呢 损失了那么多的人手 到头来一无所获不说 还给云叶留下了把柄 他可以肯定的说 这时候 云叶一定已经知道 是自己或者是窝国人 去了书院的迷邻 窝国的人 都是些不长脑子的憨惑 除了不怕死这一个优点 其他的 那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自己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打探到了云叶的好东西 并没有放在家里 而是放置在书院的迷邻里 听说呀 那里边机关密布 步步杀鸡 只有最聪明 最勇敢的人 才能够攻破 一旦攻破书院迷邻 不但没有人会追究责任 反而呢 会获得500冠的奖赏 不过呢 这些年来好像 没有人得到过钱财 书院的仆役 即使大白天的 看到有人跳了进去 也从不阻拦 最多是第二天 拖出来一副骨架而已 高山杨子很伤心 死的人都是他的护卫 都是被一种可怕的 看不见的东西吃掉了 看起来更像是 窝国山野里的十万魔神 春残一样的孽咬的声音 已经让一个勇敢的侍卫 现在连门都不敢出了 再让那个吓破胆的侍卫 吃了一顿好吃的 在两个窝女侍奉过之后 由自己的侍卫首领 亲自斩下了人头 这个样子 才能保证这个英勇的侍卫 国内的家族不受玷污 他没有神物 所以没办法对付妖怪 八尺竟在浅草寺 穷玉尺 父皇从不让自己动 丛云剑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否则自己家的武士 只要拿着这三样宝物 什么样的妖魔 也不敢靠近呢 八旗大蛇 都被虚左之南 用石卧剑砍死 更不要说 比石卧剑还要厉害的丛云剑 高山阳子一直都盼望自己 也有一位虚左之南首位 可是找遍了窝国 也没有这样的人物 盖苏文听了高山阳子的虚道 脸黑的简直要变成煤炭了 这样一个心狠手辣 几乎所有坏事都干过的女人 现在居然像个无知的小女孩一样 期待自己的虚左之南来帮助自己 公主 神话只是传说 就像我们所崇拜的三座屋一样都不存在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拿到玉牌 而后用它来找白玉京 我相信白玉京应该是智慧的所在 云叶只是忠人之姿 但是去了白玉京就变得如此难缠 如果我们两个人得到了白玉京 相信我 我们几乎是无敌的 虚左之南再有力量 也不如自己本身有力量 这个道理高山杨子是明白的 今晚就会轮到高丽人进迷林了 既然自己的人不会死了 那就看看高丽人是不是比较厉害 虽然夏天刚刚离开 山里的夜晚依然有些寒冷 火柱一直在期盼 今晚有个女人能去迷林 不管长得好看与否 只要是女人就好 孙先生非常喜欢那三具骸骨 亲自找了钻子 小心的安装骨头 今晚一夜不睡 估计也弄不完 没有给先生弄到一具女人的骸骨 他觉得很对不起先生 他都想进入迷林 把那些柜子都打开 这样说不定啊 那些人就会没命的往里冲 女人进去的概率也就大了一些 迷林一直是火柱自己掌管 要在迷林里形成一个小小的生态圈 这很不容易 蚂蚁不能过多 过多就会分群 分群的后果就是 蚂蚁会跑到外面去 吃蚂蚁的蜈蚣也不能多了 多了会把蚂蚁吃光 吃蚂蚁的赤链蛇也不能多 都需要维持在一个合适的数量之内 至于马蜂 这是火柱的最爱 油尖过的小马蜂 是一种难得的美食和自补品 马蜂吃多了 现在那些马蜂 见到他就会逃命 根本就不会折腾 在发现了这一秘密之后 他的食谱变得热闹起来 油炸之后的蚂蚁 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赤链蛇去掉毒囊 熬成蛇粥 那滋味简直妙不可言 李泰有一回和云烟来看他 正好遇到他在油炸蜈蚣 这李泰吓得差点逃跑 云烟却蹲在边上 流着口水等吃蜈蚣 看样子早就吃过 看到蜈蚣的壳剥掉之后 那一条子白皙的嫩肉 李泰到底还是吃了一条 现在每到清理蜜林里边 毒虫数量的时候啊 他和云烟都会不约而至 后来孙先生也来 吴蛇先生也来 李时先生来了之后 李刚先生也就来了 都不说话 等着吃蜈蚣肉 喝蛇汤 吃完之后呢就走了 现在火柱担心的是 蜜林里边的毒虫不够吃 而不是会多出来 蜜林里面有声音传出来 听了好一阵子火柱有些失望 没有女人发出惨叫声 就关上自己屋子的铁门 只要自己不开门 外面的人根本就进不来 脱掉衣服准备睡觉 吹熄蜡烛之前 又仔细听了一阵 还是没有女声 叹了口气 吹熄了蜡烛 躺在床上 开始盘算自家妹子的嫁妆 到底够不够呢 不用上朝 云烛自然要睡懒觉了 她睡懒觉 李安兰就绝不会自己一个人起床 星月进来的时候 看到李安兰像蛇一样的缠着丈夫 心里的怒火就会爆发 鸡都叫三遍了 现在还恬不知耻 纠缠在一起 没一点样子 还公主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节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四百三十九节 孙先生的药确实管用 只是禁狱之后再开狱 就有点把持不住了 看到星月进来 云烟一把就把星月拽到床上 在帮兄李安兰的帮助下 星月想不睡懒觉也不成了 当两个人羞答答的 从屋子里出来 去正房给奶奶请安的时候 奶奶没怪罪 但是总看着他们两人的肚子叹气 云家这么大的家业 只有两个娃子 那怎么成啊 云也不在乎 能生三个孩子 就说明自己在来的时候 身体没有受到黑洞的伤害 除了时间逆转了一些 其他的都无大碍 只要时间足够 孩子总会有的 不必急于一时 吃完早饭 驾着轻车就去了书院 等他到书院的时候 许静踪已经到了 正在皱着眉头 看着火柱从迷林里拽出四五具尸体 有些被蚂蚁啃光了 有些才吃了半截子 上半身完整 下半身就成了光骨头 许静踪用手帕捂着口鼻 吵了一眼 对云叶说 这样不行啊 书院是交出育人的圣洁之地 每日里死尸不断 这怎么成 不管怎样 火柱 你要阻止贼骨头 记住迷林 这里面的东西 他又掏不走 前夫后继的干什么呀 你看看 这些人还有人行吗 你看看 这个人 纯粹就是被吓死的 眼睛睁得老大 何苦来赛呀 火柱 你去问问孙先生 还需要尸骨不 如果需要 趁着心弦 给先生送过去 这些都是高利人 用不着入土为安 呃 云猴 这都是你那个破语牌 招惹来的贼呀 能不能把他拿走 这东西害死的人 已经数不胜数了 就不要让他 把死人带到书院来 火柱用板车 拉着尸骨往药炉走 尸骨上就盖了一张颅席 风一吹 卢锡掉了下来 准备去药炉学习的书院学生 连忙帮着把卢锡盖上 如果这一幕发生在郭泽间 绝对会下风一两个的 可是这里是玉山书院的 昨天还看见三副人的骨头架子 被刷上铜油 亮晶晶的摆在药炉的实验室里 今天再看到半截的尸体 实在是不算一回事 专供医药的学生 只要长安有人命案子 都会跑过去看 顺便参观一些 武作是怎么验尸的 有时候还把场景画下来 很明显 火柱拉的这些尸骸 就是今天讲课要用的道具 大家帮着火柱推着摆车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药炉 盖苏文从一棵大树上下来 睁睁的看着远去的学生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些学生面对恐怖的尸骸 会是这副模样 有些学生还不时的揭开 卢西瞅瞅 眼中只有好奇 没有半点的恐惧之心 难道说这是一座 专门教授魔鬼的学院吗 他听见了许静宗 对云叶说的话 其中一句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就是许静宗说的 趁着心心 给孙先生送去这句话 他不敢想这后边会发生什么 只觉得胃里一阵阵的犯酸水啊 扶着树干 呕了两久 才泱泱的沿着一条无人的小路下了山 唐国也有吃神的恶魔呀 云叶吃人 高山杨子的眼睛都要掉出来了 抱着自己丰满的胸部 嗖的一下就缩到了墙角 上下牙齿碰的是哒哒作响 他被吓坏了 自己和云叶接触不是一次两次了 想到画里的云叶呢 那副奇怪的表情 莫非当时心里想的是如何吃掉自己 难怪他面对天魔舞的时候会不受诱惑 自己都沉寂在迷幻当中了 他的眼底依然是冷清一片 别人呢是在欣赏活色生香的美人 或许他和别人想的不一样 这个香喷喷的美女到底是煮着好吃还是烤着好吃 一想到这里 高山杨子就有一种发狂的冲动 想要立刻离云叶远远的 最好一辈子不见面 杨子 我昨晚穿着那东西吃人的时候 看了那些保存珍贵之物的柜子 我没有办法打开 如果是在外面 或许用锯锤还能打开 我试了一下重量 没有八个壮汉是无法挪动那些柜子的 进入迷林只有从树梢上过去 谁知道树梢上有毒虫 剧毒无比 如果我的刀稍微慢一些 就会被毒虫咬到 那些毒虫甚至能从我们进入的绳子上攻击我们 玉牌如果放在书院迷林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盗走它 或许我们只要解开书院的谜团 我们就会找到对付云叶的办法 书院不许我们进入 我问过人了 书院根本就不许任何外国人经过 一旦进入被抓住会被砍头 他们已经砍了好几个人头了 我不想被砍头 杨子 你表演的时候一直化着浓妆 只要卸掉千华 还有几个人能认识你啊 东阳和尚是不禁止侍女进入的 你是一个从外地来长安的侍女 想要看看书院 我想那些热情的书院学生一定会很乐意的带你进去 并且给你讲解书院的秘密 只要你略施手段 我就不相信那些书院的普通学生能抵挡住你的美色 那是自然 云夜是妖怪 我不相信书院里所有的人都是妖怪 人站得高了 眼镜呢 也就随着变得辽阔 盖苏文和高山杨子两个人现在啊 就是两只脑轮的蚊虫 如果真的到了非要除掉不可的地步 一巴掌就会拍死 现在他们有一个使节的名头 护身那算是运气 云家的力也需要最大化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能够立国立民最好 当然呢 做事情的一切前提呢 就是对云家有利 家天下的环境里边 这样做反而是正常的 皇帝都认可 如果一味的去追求雷锋化 反而呢 会让所有的人怀疑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何少站在云烟面前 眼角含着眼泪 什么话都不说 只是弓弓手 前些天被殴打过的痕迹犹在 脸上泛着瘀青 眼睛的黑眼圈还没有消退 行动之间也不太利索 吃肥的身材至少减轻了三成 整个人看起来多了一分精干 少了一点消沉 给云家带来的礼物很多 很杂 却没有一件是值钱的 知道云也喜欢吃 海边的各种珍品 山上的各种辣味 带来了四五车 云也饶有兴趣的翻看着 看到装在盒子里晒干的松茸 云也就一脸的不高兴 多好的东西啊 糟蹋了 剪出一颗松茸 对和少说 这东西啊 是山真正的极品 晒干了就逊色好多 现在也没办法让你两天之内 把这东西从高海拔的地方 两天之内运回来 和少拿着松茸 疑惑的说 山里的蘑菇而已啊 这没看出有多好吃啊 您再看看 这里边还有一只橡皮子 据说那东西才是宝贝啊 没法说 云也两辈子都没有吃过大象鼻子 名头很大 不会做呀 不知道宫里的御厨会不会 高级货就要找高级厨子来做 现在吃象鼻子 云也没有半点的心理负担 这东西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啊 没天敌 寿命长 在岭南的时候经常有这些家伙呀 毁坏春宰 弄死人的事情发生 你要说保护大象 不许聚象牙 岭南的百姓会找你拼命 鱿鱼算是好东西 居然还是活的 果断让厨房收拾好 侯爷我今天要吃铁板鱿鱿 香辣味的 没有洋葱让人遗憾 弄一把子红葱也就将就了 给何少弄了半的冰镇西瓜 让他自己拿勺挖着吃 自己忙着做铁板鱿鱿 何少来了 星月李安兰都躲着不见 小鸭带着一群半大不大的小姑娘 就没有那么些个忌讳了 尤其是小鸭 攀在何少的背上 等着哥哥做好吃的 闻着味道啊 就知道很好吃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时是现在自命为大姑娘 也不出来 小五现在是这些小丫头里边 年纪最长的 很懂事的围在师父身边 不断的递调料 小院子里顿时就热闹起来了 云家西过多 后院中了 汉园上也中了 这时候西过成熟了 家里吃不完 就满世界的送 里程前拉走了好几车 李太没来 小老婆来了 找星月拉走了好多 这两个有了 皇宫里不送不好 二十几车送进去 连个连衣都没有啊 长孙还发话 说是再敢糟蹋好地 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试着活着 当然了 驯化 他一点都不耽搁 他想用西过 听说一天一个 已经是惯例的 李二对云夜的小错误 现在是不闻不问 西过送来了就吃 用酒腌好的螃蟹呢 他也能吃上两个 上回吃粉条 吃出了感慨了 难得的 让户部给云夜 送来了半年的俸禄 没几个钱 却是长孙无忌 亲自送来的 家里呢 好好的招待了一番 临走啊 还顺走了一车习惯 星月对于丈夫 能够领到俸禄啊 很是稀罕 坐在俸禄堆里 稀罕了半天 计算过价值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兴趣 不到两百贯的东西 谁会放在眼里 竹签子穿好的鱿鱼 被铁铲按在铁板上 滋滋的冒热气 蒜泥 辣椒馍子 调好的酱料 往上面猛刷呀 提起来以后 七八串油汪汪 红艳艳的铁板鱿鱿鱼 就做好了 小五给小丫头们 一人分了一串 犹豫了一会儿 也给和少一串 看着他们吃着 稀溜稀溜的 自己咽了一口唾沫 等着师傅做下一批 对于小五的表现 云也很满意 教孩子 就是从小事情教起 言传才能申教 小五的性子偏激而骄傲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 现在从最基础的 做人开始学吧 自古以来 人的成长过程 都有一种脉络可以追寻 弗洛伊德 把所有的事情 归结于性 所有的后世变化 都和性串联起来 找出了一条 看似可行 实际上过于偏颇的 心理学概念 云也认为 人之所以是人 就是因为已经脱离了 最基础的吃饭 和繁衍后代 这两大基本要素 把所有的事情 归结于隐性的性暗示 是不妥当的 表现自我 实现自我 脱离低低趣味 才能让一个人的 创造力 和思考的能力 得到极大的提升 不理睬 嘟嘟囔囔的小鸭 把三串鱿鱼 栽给了小五 就当是一种奖励 何少一直在看着云叶 如何分鱿鱼 他发现 小小的事情 也被云叶用来教育孩子 不仅大为佩服 看着院子里 活蹦乱跳的小丫头 暗暗叹口气 自己的孩子都不成气 如果有一个成气的 他都会张嘴向云家提心 正牌的大小姐没戏 表小姐说不定可以嫁过来 做自己家的儿媳妇 敌人杰是一个早就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孩子 但是这不妨碍他拽着师傅的衣角 要鱿鱼吃 丫头们吃东西从来不会想到他 因为是男的 所以在家里啊 没什么地位 背黑锅 用来垫背的 那这是家常便饭 看到哥哥好像还要做鱿鱼 小鸭他们又围过来准备吃 却被云叶给烘跑了 吃了那么多 就不担心吃坏了吗 做了一大盘子 一半呢让敌人杰送去内宅 自己和和哨端着盘子去了花园 准备好好商量一下 把事业的重心往两湖转移的事情 爷子 你说这一次姓关的老家伙算不上坑年 不算呢 老家伙十年间踏遍了两湖 说明他早就有了富安 只不过缺少一个大的契机 以及合适的人选 说句当人不让的话吧 这活也就是我能干 换一个人 好事情都会被干成祸国央民的坏事 想要开发两湖 这是我大唐今后百年间的主要政务 北方的开发已经到了极限 关中平原 蜀中平原 被耕种了上千年 土地早就贫瘠不堪 你看看关中之地 有多少山林已成不毛之地 蜀中一道造传令 就导致一十三州反叛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不堪重负 越是富庶之地 就越是富税繁杂 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秦皇一道旨意 让天下财富 进入关中 收缴天下金石 住十二金人 以为天下安 自命使皇帝 哪里会料到 皇权只维系了两代 就烟消云散 汉支出 高祖皇帝 迁天下富户 进入武陵 使得千金诸玉 只能换粮食一斗 这两位帝王 一个巨才 一个巨人 都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遵循 应有的经聚规律 想要地方富庶 不是简单的收缴金钱 或者是千席富户 就能做到的 每一个地方 都有自己的优势 也有自己的劣势 顺其自然方位上策 两湖的开发 离不开人力 这些人从哪里来 我认为 该从关中和蜀中迁徙 不能强迫 只有让他们自愿前来 才不会造成社会动荡 让整个国家 在悄无声息里 完成两湖平原的开发 而后再进行 长江平原的开发 最后进行岭南的开发 这是一个 由近到远的顺序 不能乱来 让我们这个民族 不断的开发蛮荒 经营蛮荒 才是可行的 历朝历代的赶朝换代 其实和皇帝的关系并不大 再娇奢淫逸的皇帝 只要他能让百姓有饭吃 有衣穿 就没人会跟着去造反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只有当一个朝代 失去了开发新财源的时候 才会把各种压力转移到自己的百姓身上 十日一久 才会出现造反这回事 云叶说了一大通 听得和少眼睛里直冒圈圈 他只是想问问云叶 自己去两湖 有没有什么发展 能不能给子孙后代 留下一片真正的家业 谁知道云叶竟然和自己 讨论起国家大事来了 敌人杰坐在小凳子上 一边听师父说话 一边大口的吃铁板鱿鱼 红油把嘴巴染得红了一大圈 云叶掏出手帕递给徒弟 把嘴角的辣椒给擦掉 又给和少倒了一大杯酒 才冲着亭子外面的树丛里喊 成前 你要是再不过来 小杰就会把鱿鱼吃光 没你什么事的 李成前不好意思的 从树丛后边走出来 李太爷跟着出来 边走边说 大哥 他突然开始讲两湖的事情 我就知道 他发现我们了 你偏偏不让我打搅他的长篇大论 小杰 你吃的够多了 我一直数着呢 你都吃了一半了 赶紧走开 你给我吃了 李成前拱拱手说 听你说话 一时担心打乱你的思绪 所以止步 都不是有意投听 这些话本来就是说给你听的 说给和少的 只会是一句话 倒两湖有财阀 有子孙基业可以锻造 没事干 说这些做什么 和少笑的是满脸开花 早早的站在一边 给太子和魏王建立 李太把敌人街拎起来 放到亭子外面 说一句 啊 玩去吧 就自己坐了下来 开始大吃 见到云叶和太子 魏王有话说 和少准备告辞 云叶笑着说 哎 别走 下面的事情 你还要起很大的作用呢 走什么走啊 大财主都走了 你让我拿什么去开发两湖平原呢 云家的那点钱够干什么的呀 加上你们的也只是九牛一毛 就是把国库掏空了 也是杯水车薪 现在开始我们一文钱要掰成两半花 奶奶的 我奋斗了这么些年 就是为了不再吃苦 谁知道又回到朔方城那种穷困潦倒的时候了 叶子 你这算是答应了 你真的准备去越州当刺史 你看陛下给我拒绝的机会了吗 关廷龙已经走马上任了 看清楚 是别家 不是刺史 这是陛下派他给我打前战呢 舍金一道 你信不信 圣旨立刻就会出现在我家 李太抬起头说 这是真的 我父皇现在每天都盯着两湖的地图看 那里的民书文表 官员履历 山川地理图样 都堆在案子上 等到一切妥当了 你也就该走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四百四十节 两湖的开发 是我大唐近百年最重要的任务 陛下一定会派遣众臣坐镇 我还算不上众臣 既然把越州给了我 那么坐镇八州的就不知道是谁了 其实原来叫八零挺好的 为什么要给分开呀 大唐君州 他就是这样 分而化之 这是帝王之术的一部分 互相制肘 互相权衡 互相帮助 互为傲援 这就是天下君州分割的一个原则 当然 随便改名字 这是帝王的特权 叶子 我仔细看了官夫子两湖地形图 不得不说 那里确实是一个 能让帝国千年不倒的鱼米之乡 水里有鱼仙 岸上有稻米 水路通达 一旦开发完成 大唐再无激进之忧 官夫子说 两湖熟 天下足 绝对不是荒唐之言 现在少做梦吧 水里有鱼 还有水贼呢 岸上全是泥潭 到处都是湖水泛滥之后 留下的沼泽 听说连鳄鱼这种东西都有 老虎 豹子 狼 遍地都是啊 野猪一夜之间就能毁掉半亩天地 蚊虫飞起来的时候 遮天蔽日啊 听说有牛一夜间被蚊子吸干了血的栗子 你们怎么不为我担心 反而个个以为我一去就能变出一座繁华的城市来呢 李承前有些不好意思 云野说的一点没错呀 现在的巴陵就是这种现状 河里有骄 岸上有老虎 湖里盗贼横行 确实是一个贬观去植的好地方啊 要不然 我请父皇派大军剿灭山贼 这样你去会好一些 你看如何呀 少来了 既然让我去巴陵 湖里的盗贼也是我的 岸上的老虎 河里的蛟龙都是我的 谁敢跟我抢 我跟谁急 本来我就没人 好不容易这湖里面有些盗贼 你全都给搅了 我拿什么去建新的城池啊 不许动 那里的蚂蚁都不许动 那你做了文官 还怎么统领大军 岭南水师说不定会被我父皇收回啊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岭南水师的编制是一万人 陛下早就说过 这是一支维系大海的军队 很重要 不会给别人的 云家是传国侯 总要有点荣耀啊 岭南水师就是 但是陛下每年都会从岭南水师抽人 组建别的水师 然后再补给新兵 主帅呢 是云家的家主 但是军中司马等官职 却是陛下安排的 这样很好 一个国家的军队 绝对不能掌握在私人的手里 要不然就是祸患啊 在云夜和太子等人 讨论两壶问题的时候 东阳和尚 歌舞分成 燕来楼的歌姬 难得出来游玩一趟 都想从书院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那些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就不考虑了 只有那些穷学生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不想老大嫁做伤人妇的歌姬们 表演的很卖力 河岸边上站满了青色衣衫的学生 冲着船上鬼叫狼嚎 有些自命风流的家伙 已经找了小船下到河里 准备近距离的观看美女 燕来楼的女子姿色 远远不是平民家的女子 能媲美的 再加上多才多艺 娶回家并不丢脸 只是学院的学生 好像要求高了一些 二八的小家人 是最受欢迎的 先生 这些歌姬把东阳和弄得一团糟啊 要不要派人把他们赶走 免得扰了几位先生的清静 作为书院最著名的证人君子 许静松当然是看不惯 这些莺莺艳艳 虽然呢 他每个月月幕的时候 都会去燕来楼会友 事关书院风气 不得不站出来表示不满 皱着眉头的李刚 抬头看了一下那些女子 摆摆手说 用不着 书院的学生 知道怎么应付眼前的事情 你把低年级的学生 撵回去上课 高年级的就认他们去 老夫都要看看 区区女色 就能让这些孩子 放弃自己的理想 许静松想说一句 又闭上了嘴 李刚的话 还是不要反驳的好啊 转身就去安排 纪念级学生 上课的示意去了 袁章先生 看看许静松的背影 对李刚说 他在书院 已经如此长的时间了 怎么还是和书院的气氛 格格不入呢 看着不错 一有事情 就处处显露着 一股小家子气 几个歌姬就能让他如临大敌 以己推人 他在这方面 一定不会太谨慎 一样米 养百样人 只要他在书院尽职尽责就好 书院的日常公务 他就干得很好 严丝合缝的 算不得失职 个人品行方面 也算是不错 至于一点私人爱好 我们不宜该设太多 那些公务 我们自己还处理不来 玉山先生低声的劝为元璋 元璋先生点点头 闭目养神 他自己午后 还有一堂课业要教 现在休息一下也好 歌姬们的船就停在书院门口 远远的看着那座黑色的大门 急急扎扎的说个不停 姚娘伸着指头 指点着书院大门 对高山养子说 亏人呐 您看看 这就是书院的第一井大门呐 听说呀 能走出大门的都是了不得的人呐 前段时间 听说有一位女子就从大门走了进去 最后 书院的金钟其名 所有的学子都在门后恭迎 书院的先生们也一起向他祝贺 隔天那位女子就成了书院的先生 您要知道他可是一位女子啊 女子也能当先生 什么样的女子啊 高山养子成功的被姚娘的话勾起了兴趣 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虎女 听说在算学刻意到有专精 用一瓢水就把一个新木桶给绽开了 不知道使的是什么法力 书院里不是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吗 怎么还有胡子 我来一趟还要这么些人做掩护 难道我堂堂王女比不上一个虎女 姚娘奇怪的看了高山养子一眼 接着说 那个虎女原来也是在我们燕莱楼跳舞的 结果遇到了云猴 云猴发现这个女子居然是西方的一位圣女 您不知道啊 当时的情形可吓人了 陛下都来了 西帕迪亚居然大大方方的见了陛下 最后还破开书院大门 是靠真本事进入书院的 这样的女子谁敢不佩服啊 我燕莱楼进出人才 说完就拿手帕 掩着嘴轻笑了起来 高山养子何尝不知道姚娘 根本就看不起她 如果不是有钱 她也不会如此的奉承自己 同样是外国人 说起西帕迪亚呀 就是一脸的骄傲 说起自己 姚娘 你今日怎么带着姐妹们来东阳河了 一个清亮的女生传了过来 姚娘立刻就兴奋的跑到船头 死命的摇着花手帕说 哎呦 西帕迪亚先生 我在这里 高山养子把头转过去 这才发现 一个身穿书院青袍的女子 站在一个竹筏上 身后还有好几个学生 正在不断的把手里的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放进水里 旁边放着一个沙漏 每当沙子流进的时候 学生就会把那个奇怪的东西提起来看一下 西帕迪亚从跳板上上了燕来楼的大船 亲热的搂抱了一下胖胖的姚娘 姚娘的笑声立刻就大了好几分 其他的歌姬也围了上来 都被西帕迪亚挨个拥抱 船上的声音一下子就大了起来 歌姬们纷纷把果子点心拿出来 放在西帕迪亚的身边 西帕迪亚欢喜的左拥右抱 至于竹筏上那些一脸哀怨的学生 就当看不见 你们在做什么呀 西帕迪亚 学生手里拿的那个怪东西是什么呀 一个压脸蛋的小歌姬 依偎在西帕迪亚的身边问道 那是浮标 总共有三个 我们在测量东海河每一沙漏时 到底有多少水流过去 做好记录 看看东阳河的风水期和枯水期 有多大差别 这样就可以大致推断出 发源自秦岭的这些河流 一年会有多少水流进关中 对于庄稼很重要啊 呀 这样就能算出来河里有多少水 看着压脸蛋的小姑娘娇憨的模样 西帕迪亚得意的大笑起来 掘着嘴在小姑娘的脸上亲了一下 惹得小姑娘娇羞的钻进了姚娘的怀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糖砖 姚娘一把就把小丫头推了出来 大笑着说 老娘可没有奶水杯给你吃 亲一下 都是女人 又不会少块肉 眼睛四处寻缩的西帕迪亚 忽然看到了独自坐在一边的高山阳子 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笑嘻嘻的来到她的身边 抓着她的手 放在鼻子上闻了闻 笑着说 好香 西帕迪亚非常喜欢 这个柔弱无骨的小姑娘 其他的歌姬各个是浓妆艳抹的 在勾引书院的学生 只有这个小歌姬 柔柔的弱弱的缩在一边 转着眼睛 看着众人 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谁见了都会大声涟漪 更何况这个小姑娘浑身香香的 抱着很舒服 高山阳子艰难的从西帕迪亚那对高耸的胸部 钻出脑袋 柔柔的在她耳边说道 我很想去书院看看 总是听人说 那里的各种神奇 书院有什么好看的 都是些臭哄哄的男人 姐姐带你去洗温泉 那里的水滑滑的 洗完澡可舒服了 你不想变得更漂亮一点吗 高山阳子挚拗的摇摇头 温热的呼吸 吹得西帕迪亚的耳朵眼痒痒的 既然小姑娘喜欢去看书院 那就一起去看看也好 这样的美人 谁会拒绝呢 书院的弟子们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西帕迪亚老师 把歌姬群里最美丽的一个带走 从背影看 一个青山飘飘风流潇洒 一个曲线玲珑 婉转可人 正该是良配 不知情者 献之募之 知情者 垂胸顿足 痛不欲生 原家自然不在这些人里面 刚刚称了半个时辰的竹筏 有五十文钱进账 现在呢 要换回自己的青山 准备回到书院去上课 每日五十 他都会来到东阳河边称竹筏 筏子是黄鼠家的 只要借过来就好 对于这种事 黄鼠家从不小气 你是堂堂书院的学子 不该这样倾建自己的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原家回过头 却发现是小元宝 高兴的拉着他的手说 你今天怎么来了 燕雷楼的姚娘 怎么会准许你来书院呢 小元宝松开手 流着泪说 我在燕雷楼赚钱就足够了 你不好好读书 为何要做这些建议 我还不够下贱 你非要把自己也弄成这样 你和他人不同 求学不易 为什么不上进呢 为了几个铜钱 就给人家撑船 刚才看见你 借过人家的赏钱 我恨不得头盒去死啊 原家莫名其妙的挠挠头 对小元宝说 撑船怎么就下贱了 我这是利用五十的时间 去做社会实践呢 书院里很平常啊 你看看现在 在接替我撑船的 叫沈公海 他老子可是刺史啊 他不一样 需要穿着蚂蚁撑船吗 你不明白 这也是课业 先生说 这样的课业 比学堂的课业 还有重要几分 期末的时候 是要平分的 如果不及格 就拿不到书院的毕业证 也就出不了诗了 小元宝脸上的疑惑 只停留了半课 马上又布满了阴云 颤生说 你做建议也罢了 现在还懂得撒谎了 谁家的学堂会这样 我卖身进了青楼 就是希望你能够有出息 我就是死了也甘心了 你知不知道 我得知你考进了书院 有多开心 明知道你将来不会娶我 我还是为你开心 只要你能出人头地 我就是死了 也对得起爹娘 看着泪如雨下的小元宝 元家苦笑着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小元宝是他的童养席 自小呢 被爹娘当闺女一样养着 指望有一天 元家大了 两个人能够成亲 结果呢 老人没等到 那一天就双双顽固了 当时元家还在私塾求学 学业优良 先生说 他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可是 家里已经没有办法支撑 元家继续求学了 小元宝很下心 把自己卖进了燕来楼 筹足了钱财 给老人办了丧事 又出钱供元家继续求学 面对这样一个一母一妻的童养席 元家心里想的就是早日把他接出苦海 元家忽然看到书院的大门 灵机一动 就对哭得快要晕倒的小元宝说 正好 你也没有来过书院 我带你进去看看 书院里是很神奇的 有好大的龙骨 有大鱼骨头 还有数不尽的蝴蝶 你再去县城那里 去问问 我这么做 下不下见 不就知道了吗 机会难得 这就走 小元宝见元家似乎不像是在骗自己 跟在他身后就往书院走去 元家很自觉的没带他走大门 他自己呢 还没本事走出来 到了侧门 小元宝无论如何也不肯进去 他看到书院里 全是抱着书本 匆匆忙忙的靴子 还有长须飘飘的先生 那里面有好多漂亮的房子 高大的白色的房子 给了他极大的压力 虽然自己的衣服很漂亮 他却能够感受到书院的那种 无形的威压 好像要把他生生的碾碎 早就和书院的其他油皮一样 元家已经被书院熏陶的脸皮奇厚无比 千百人面前朗诵自己的歪尸都不在话下 扛着一个女人进入书院 当然算不得事情了 小元宝这时候才发现自己刚才没自杀 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元家得意洋洋的扛着他进了书院 看到别人一问还笑嘻嘻的说 这是自己的媳妇不敢进门 被他扛进来了 赢得众人一片喝彩 在小元宝的脸丝带咬下 元家总算是把他放了下来 不知为何 小元宝在一阵强烈的修舍之后 竟然有一丝淡淡的甜意上涌 小生说 我能走 元家想去牵手 两三次都没有成功之后 就背着手很有气度的往前走 小元宝低着头 一步不差的跟在后面 你看啊 这就是书院的侧门 不是不带你走正门 主要是我没那个本事走出来 我们日常都是走侧门 走正门的人不多 只有那些自信心极度膨胀的夯过才会走 费时费力不讨好 你看到的这座白楼 就是书院的藏书楼 你看这是我的借书证 拿着它就能进去 里面的典籍浩如烟海 穷其一生也休想研读完 你别看我啊 我这一辈子是肯定看不完的 先生们也不要求我们读完 说是全读完的都是书虫 一辈子除了读书 干不了别的 与人无异 与己无异 那意思呢 就是废物 书不是读得越多越好吗 小元宝觉得元家又在骗他 那可不一定啊 一个人一辈子的时间有限 如果能把自己看的书 都理解吸收成自己的学问 那就已经算得上是了不起了 我们还要有时间做官 研究学问 不能一辈子往里灌呢 总要吸收转化为 让我们这个世界前进的动力才成啊 小元宝听不懂元家在说什么 但是他很快乐 听不懂的一定都是很高深的学问 元家能说出这些学问 就说明是用了功了 元家 你不去上课 为何还在外面闲光啊 小元宝吃惊的抬起头 他看见一个满脸胡须 威风凛凛的大汉 站在元家面前 似乎很恼怒 回禀先生 今日着进第一次来书院 学生就想着带他参观一下书院 刚才已经脱铜窗 向先生告假了 哦 既然如此 那就继续 你这是首次告假 准了 说完呢 就背着手继续学试书院 你这个死人 我看不看书院的 有什么打解 你赶紧上课去 找来 我已经告假了 现在再去会被人笑话 你在燕雷楼 过的什么日子 我清楚 但是我过的日子 你却一无所知啊 今天了解一下 我好好地陪你 逛上一整天 我是男人 我说了算 今后家里也是这样 你将来照顾好孩子就好 小元宝流着眼泪点头 想到自己赎身最少需要八十关钱 原家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的 他口中的那种日子 永远不可能到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